大家好,今天來講一個主題叫做非法僵權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還是我們要講這個中國台灣 這是非法僵權,等一下我會舉一些例子 它僵權就是非法,等一下我要講這個 所以我告訴你,現在不是說我們台下民頭上有人管理你一個方法,未必 我等一下舉一些例子跟你講,什麼叫做非法掌權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今天這個中華民國台灣,在我們台灣的國際社會裡面是非法僵權 所以你看,國際社會都不承認中華民國台灣,有沒有 我聽說今天我看這個媒體,在網路電子報上面我看到 我聽說所羅門群島說要對中華民國台灣做斷交,要承認中華民國共和國 今天你們就要說這個 說這個中華民國台灣在國際社會是非法僵權 所以國際社會絕對不會承認中華民國台灣這種怪胎 這個異形 你知道意思嗎?人家絕對不會承認它 你包括美國,絕對不可能是人意 人家美國已經幾十件,官方已經跟我們講了 你中華民國或台灣都不是國家 就一定跟你說你是無情的時候,你聽不懂你就是聽不懂 為什麼?你受中華民國詐騙交易的影響 你覺得說這套跟阿哥會贏 欸,我用吃飯,他的錢都用,他的健保也不可以贏 我出國也不可以拿到中華民國給負責 你說你無效嗎?我告訴你,那是兩件的事情 你知道嗎?你用用並沒有代表是合法 好像說你現在吃大片你用吃,但是這沒有代表是合法 你知道意思嗎?所以不是說你現在當你做的事情你就一定對 那是兩件的事情,你用做和你做得對 那是兩件的事情,你知道意思嗎?你不用跟人家說 我告訴你,很多人在做的事情也沒有代表是對的 今天我們台灣的狀況就是這樣 整個集體方向性的錯誤,整個方向,整個都不對 有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中華民國這個規劃的賬款 跟我們這個台灣人聲音鬧騙 你知道嗎?騙說這個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 那個叫做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叫中華民國 那跟我們騙的 你如果說他死,他死就是了,他不用畫一個口號在那裡 你知道意思嗎?但是你看,國際社會是怎麼看我們中華民國跟台灣 他都不承認啊,人家美國他們也是一樣,都不承認這個東西啊 所以今天就特別在講這個問題 講這個中華民國的問題 因為這個中華民國要不下去了 我上一篇你講的時候,我也講這個中華民國是不下去了 慢慢地消去,有了 現在都在講台灣了,都不敢再講中華民國 你看看,包括美國的官方最近都講台灣 這一年以來都已經在講,沒有再談到中華民國的問題 為什麼中華民國就慢慢地摸掉了 那是中華民國是一個沒有的東西啦 日本就沒有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這裡不正常 就是我們現在,實在來說,我按法律來跟你講 政結是什麼?我再講一次 今天是台灣,台灣,你還在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所以你才變成是中華民國台灣 現在才是這樣,政結 你知道嗎?你今天是台灣 但是你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好像說很簡單,我今天是美國 但是我現在用這個法國的法律 人家會覺得你很奇怪 你美國這個國家,你怎麼去用法國的法律 偶爾搞不清楚你是法國還是美國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你如果說美國這個國家去用美國的法律 這樣就沒有問題,你就是美國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但是你現在台灣,你沒有用台灣的法律 這叫你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當然這套法律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黨老爛的 但是我們還給你贏 那你如果改國不在就改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叫做政治戀慾 你講比較簡單就是 你現在台灣 你又叫那個白毛 中華民國那套破衣服 你又扣不掉 那套去吃衣服,現在又去穿掉 你就是台灣人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現在才算進錯亂 簡單這樣講 我是按照美國台灣關係委內容 我是按法律的見解 就是說 你現在是台灣沒有不對 但是你用以前那個白毛 中華民國的法律 所以你說三星的這個 政治戀慾 你整個台灣人都在心境錯亂 你的國情也不對 你這個政府也沒有學問 所以才變成一個 非法僵權的中華民國台灣 國際社會不可能跟你承認 你要去聯合國的人就給你打錢 說得簡單的就這樣子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你知道意思嗎 這就是原因 頭月今天就跟你講這個 叫做非法僵權 中華民國台灣 好 現在我做一個講究 我十二本問 麻煩你去網路下訂 你如果要了解頭月這些事情 這麼整套的 我跟你說 我絕對不教你半套這種東西 我絕對給你絕對 我十二本問 你放心那都是博士論的規格 因為我現在說 未來 我們這個美國政府 台灣民政府 補起來的台灣民調 這個台灣政府 絕對會受到我們台灣 包括中國人民的這個 什麼 集體在言論上面的攻擊 而且會非常的猛烈 你這樣撞下去 你活得下來嗎 我在想 你現在台灣民政府 這種的論述 你知道意思嗎 當然 方向大致上都沒有錯 但是 在 很多資偽末節的地方 你解釋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 美國給我們的資料不齊全 不知道 我知道 不過我名 wiem 我一看的人 我就會 juicy 哪裏有촛 哪裏中 哪裏講的不明白 你無講過事 說了清楚 人家疑問就是一堆 啊 人家有疑問的時候 你又沒有辦法解釋 你知道嗎 因為你本身也是 個第一半變 所 이해感到 所以你如果去塗到那個POX有勁的那一項給你撈 我告訴你你真的要撈開,你不再有改罪 所以我們當然在笑話明的論述我們自己要加強 所以我特別寫12分就不能做後備 也你如果真的撈不掉的時候把他抗出來就好了 我們民眾寫真的就是,整條你知道要它補起來 要它補起來 我們台灣,以後美國政府 台灣政府要用這個台灣政府的法律 我要說要補起來 那個法律的原理,台灣政府的原理 到底它這個名字到底是在哪裡 頭部的所有事情都要做交代 要打整頭的,在這裡要打真的,不能再打假的 你如果再打假的,我告訴你會再起衝突 你沒有辦法說服人民 你沒有辦法說服我們台灣人民 你知道嗎?在內部,我們不要說外部 你就沒有辦法交代了 我們今天為什麼是大日本帝國台灣 你到底要怎麼交代?你要怎麼交代? 這台都是法律的政府,你都要說服務的 你知道嗎?你都要說 包括我們台灣政府以後要怎麼來 相關的歷書跟法律 這些名字你都要做交代 人要跟你問你,你不可以回答不出來 你要跟他明明白白 就是因為我們是按照什麼法律 所以我們今天是大日本帝國台灣 我們是按照什麼法律 所以我們今天是日本臣民 你要說服務的,要說服務的 要說服務的,而且要有政府 要有證據 你知道嗎?讓證據去說話 我們的人民,他會隨著打起來 他的心,我告訴你 才會不會爭議 你知道嗎?我們現在都暗默的心 你要跟人民說服 說我們這個中國民國一定沒有了 我們就是一個台灣政府 我們的母國是日本 你要解釋這個問題 要讓整個台灣人民都怎樣 你知道嗎?我只是說內部 外國,我們如果外國的問題就交給美軍去處理 因為那,我們也沒有材料處理 我們可以說的 只有我們台灣做這個內容 我們本土的台灣人去說 你不能連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你都沒有材料水泡 你知道意思嗎?你會去內斷 所以為什麼補這十二本論 而且我會開放 你放心,我絕對開放版權 讓你們去下載 為什麼不然你說,如果真的做不到 最大的狀況,你就大家 電主黨看一看 你如果要用,你自己去用 看一看,你如果有問題再來問 那個問題就會很小 他能夠問的問題就很小 我問的問題 他就比較沒有爭議 他就知道說,頭部的事情是這樣 以前的中國民國在跟我們騙 你知道意思嗎? 這樣台灣人民比較有辦法量解 你知道意思嗎? 你就要跟他說是有的 你的資料要整理就好 要說真的 你知道意思嗎? 說有頭有我的名字,說整套 因為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這個詐騙交易畢竟七十年了 有的人一世人都在中華民國的詐騙交易 我問他他現在七十年了 你現在跟他說真的 你如果沒有開頭這樣跟他說真的 他根本就沒有這麼多 他會亂 人民如果亂我們政府就沒有這麼多管理 你知道意思嗎?你這個台灣政府你要怎麼管? 你這個人民要按下來了 這個法理的元頭你都要說禁錮 所以為什麼寫這十二本讀 你齁 你如果要在美軍這裡做這個議後的 我們台灣的算議官 要來議這裡議後有病 你知道嗎? 你這台灣民眾的同心力未來都議官 要議什麼?議這裡會笑 那個中華民國詐騙交 加出來那裡會笑 你知道嗎? 你都非常頂貴 我問你你的優子是什麼? 你的優子是法理 所以你的保優子要傳得好 你自己的本質學能要傳得好 就是法律跟真理 法律跟真理 你如果有的話 我會說 這些人他們有什麼問題 你自然去說服 像說我們台灣很多工資的不錯 他真對主要的問題 幾乎我會說 人家都可以獨當一面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台灣民眾的同心也有進步 因為 我們都 這個 台灣民 包括我們 巿地下 夾夾夾夾夾夾 我們一些人都自己有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水準 我跟你說 比以前好很多 比我九年前 八九年前 給我台灣民眾好很多 八九年前 我剛才給我台灣民眾委員 我們的法理幾乎都是沒有 只有日暑美戰 對 只有這樣而已 真的什麼都沒有 剛才來的時候 就是荒煙漫草 水煙裡面 每個人都沒有 我也說 你如果說早日有去到 你就知道什麼都沒有 就像我們台灣是 日暑美戰而已 村的我告訴你都沒有 都不知道 都一滴半滴 都磨磨磨磨磨 我剛去到晚上還在磨磨磨 對啊 像你青梅在找路 我就知道有路 有什麼走 但是到底 都看不 你知道嗎 就是青梅在找路 知道有路 但是我告訴你 你都沒有 你都不知道路 真的會有路 在那裡 你都知道有路 但是怎麼走 你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如果在路 我如果在路上面 我就安裝 然後我就可以到達 母滴滴 只知道這樣而已 村的我告訴你 都磨磨磨磨 運動在那裡 他掂傷 一筒一地摸出來 你想想 appointed 不是這樣 找法律的事情 找很可能的利先 也是有 我就告訴你 這12本 Bardem併 我們在擊力 89年裡面 到達我的經驗 到達 missed 法律的禁錮,跟立書上的屬性,你知道嗎?有的名字,我這麼嚇人 你放心,都是博士等級的 現在我都給我記憶裡面有問題,跟這方面正常的專家 他們只能夠挑缺點而已,他們挑不出裡面有什麼大的問題 方向都對,但是細節部分當然是還有問題 我認為12本論,細節的地方還有問題,但是整個方向沒有問題 裡面有一些小的券,例如說裡面有湊疑,超多你們的報 因為我都送裡面有130萬字,130萬字 我跟你說,你如果說裡面都找到200的湊疑,那是正常的 措施它還是會有,所以我跟你說,那個論文它還可以再更好 我講實話還可以再更好,而且我沒那麼多時間 我一個人的認真,我覺得做到這樣可以了 我覺得整個方向性都出來,至少被人家挑戰 能夠挑的只有細節而已,大方向可以沒有問題 這裡打整頭的,包括我們台灣政府所有的 所謂的歷書和管理我都會寫,我都會寫在裡面 你放心,你找人家直接看你就知道,而且很好看的 有頭有味,你知道嗎?你不會說出現一個東西 撥出來,譬如說夏冠天會撥出來 到底它怎麼來,你傳你不知道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因為你如果要加就要加頭到尾,因為歷史跟時間是連貫的 時間跟歷史它是連貫的 所以你不能扶我們一個名字撥,名字就出來了 騰空而出這樣不可以 一定有時發生什麼事,這個名字才有的 所以你就要再去寫歷書 你就要去找法律兩個修道 說實話,我跟你說齁,你有歷史,你有法律 你改罪的人也很要緊 因為你要有經歷,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屬非要怎麼判斷 你這裡有改罪 國安人的說話在這裡就要解釋 別別說一個救星山條約,你看 你看看齁,你一定要去聽彭文正的改罪 跟聽我的改罪 你知道意思嗎?你就知道說這有差,為什麼? 改罪人的這個經歷很要緊 他的這個法律的基礎很要緊 因為彭文正他畢竟沒有法律 他沒有法律,他沒有真理的基礎 所以他在改,就金山條約 改罪人的改罪,就金山條約差很多 你都在聽 最後他被罪了,我沒有事情 為什麼?因為他後來走去西洛島 彭文正走去西洛島 要去台灣獨立,為什麼? 因為他說,就金山條約日本放棄 所以我跟你說,他不了解是哪一個日本 什麼日本,哪個日本 他就沒辦法解釋 為什麼?他沒有歷史的基礎 你知道的意思嗎?他不知道 日本有兩個,有一個大日本帝國 跟一個日本國政府 他分不清楚 正常的為什麼?他的歷史不清楚 然後還有,他對法律也不清楚 他對這個就金山條約 他也不清楚 所以我跟你說 你如果說叫彭文正這樣 他對歷史 對這個法論 他的相關,他整個都沒有去投 你看,他在做解釋,他就像這樣 日本放棄,所以我台灣 按照聯合國的這個 我主張台灣獨立 真的,我跟你說真的,你能去聽他的論述 你去聽我的 我就跟你說不一樣 我說不好意思 日本國是放棄台灣的特關款而已 但是所有款還在台日本帝國天皇手上 不好意思 你的台日本帝國天皇,你今天也全壞 所以,我的說法是變成誰的 說今天 日本國放棄的是台灣的這個特關款和管理款而已 但是 我們台灣仍然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但是我跟你說 今天 美國總統在你佔領 在跟你拖管 我這個改水在進行 你知道意思嗎? 白白一個就金山條約 你給你看 彭文正改水變台灣獨立 我改水變成大日本帝國天皇所有 美國總統在軍事佔領 拖管 我的改水是這樣的 所以我跟你說 白白都一條 這個法案出來 在改水差很多 為什麼 那個改水的人 法律的基礎 法律的基礎 如果相差 相關的律書和法律 如果整個都沒有在哪裡 我想說 他真的會糟糕 彭文正我就說過了 真的他就這樣做 真的台灣獨立 你都聽到去年的演講 你去對 你知道嗎? 說了他就是他做 他就去做台灣獨立 為什麼 因為那個東西我研究過 所以我就會很清楚 所以你為什麼要讀我十二本論 因為頭部的所謂的 你這樣 我跟你說 人工你才不會照相 因為那個整套的 你知道嗎? 那個所有東西 在十二本 裡面所有的法律 都會照相對 你知道嗎? 它是一個完整的論述 你知道嗎? 完整的論述 它是完整的 我沒有不是維通貌量的 就說我說 我沒有說 就是 Video 我整個蒸克幫你弄 我把它緩齒整片 把它緩齊 做全 sitt detal 寫頭的尾 jeopard 關頭寫到我們現在 你知道意思嗎 那些原理都把你抽去 所以為什麼寫十二本 不是一本 不是兩本 裡面的事情很複雜 你寫到那裡你就會發現說 我現在都好像還會騎 我就要再去補 所以我一開始只寫兩本 兩本而已 再來發現說不夠 再來變四本 四本才會說很奇怪 還是又不夠 還有一些事情 改歲的原因就變七本 去年就七本 再來之後 因為 必須有出事 510 所以我有稍微動一下 我跟十月份說 我才開始什麼 從十月份到現在 我更快更快 關到現在 我用差不多十五個時間 我還剩五分 把整個論述都給補出來 整個我們台灣政府以後要贏的 主要的核心論述的原理 我給補出來 這樣我覺得說可以了 大致上我都改歲的情緒 現在可以被刁難的地方只有在細節 那細節我們再可以討論 但是大方向都沒有問題了 所以麻煩你如果教他 你去網路上 我這十二本讀文 我在網路上我現在有鋪貨 你自己去下載一千三百五韓運費 你知道嗎 最好貨到付款 貨到付款你知道嗎 你就直接去超商貨到付款 你如果說賣效的 你叫年輕人幫你炒作 你若一些事大人 你叫年輕人幫你買 你知道嗎 一三五零 很小的 都大本錢 跟這個運送的費用 你若自己去營 我跟你說 你若去賺到 一般的你差不多要一千六韓 一千六百塊 因為這個抓本錢 在全台灣來說 它有一個公定的價格 差不多都是那個價格 你若拿到一本是一百一十塊 到一百五十塊之間 像我那種印法 差不多百一千百五 所以你看 你若說去賣 你若去印到百一本的就要請賣 我這都一本一百印 我印得多 所以我的身份有多多 如果我賣 如果改天非常大的時候 我去找印刷廠 但是那一本很大 它的一件都要印差不多超過 超過一千本以上 一千本以上才有拿到優惠的價格 可能差不多六十塊 七十塊 才有那種價格 你若沒有 你就沒有那種價格 沒有那種價格 你要大量印刷這麼多 你要找找印刷廠 你只要一本也差不多七十塊 含那個運費 你知道意思嗎 差不多要這樣 你要去找那個印刷廠 那現在沒有那麼多量了 我也沒有那麼多 是說我一個人 我沒有去處理這些事情 我只有處理零 跌到算了 現在有五十塊人給我訂了 我陸陸續續 我都在這兩個禮拜內 我都出貨完畢 我齁 我齁 早上我帶去 9月1日 我帶去 劍壇的會場 我帶十九頭去 結果齁 回來又缺人四頭 我都叫人 你懂什麼意思嗎 真的 那個人說 你如果沒有我 我不要讓你出來 我不要說什麼 你懂什麼意思嗎 我叫王教育 我實在十九頭去 結果缺人四頭 我都沒有宣傳 因為 剩下的名字都定好的 定好的 但是有的人又認識又來 我也不知道有這個 他就來給我問 我也要給他 我就變下去了 結果又不夠 所以還缺人四頭 我會缺人 我都一樣缺人 所以後來缺人四頭 就是二十三頭 就是 禮拜一的戰果 不是 禮拜日的戰果 還有 幫路上給我訂的 還有我們台北支援 已經差不多超過五十頭 這樣已經達成目標 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我們 當我們去會長做統計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出來 動心通常差不多一千兩百 至一千五百 昨天在建黨那個時候 是通計是一千三百 你把他成為五百 所以我都應該有 我都應該有 在條差不多上順六十五頭 我現在已經有五十五頭了 所以還差不多十的人沒買到 因為這是統計學的原理 照我的經驗 照我你抓 差不多百分之五的人 他會需要紙本的書 他有強烈的意願 百分之五 所以還差不多十個人會在網路上下單 還有十個 還有十個名額 差不多是這樣 一直到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之後 我再看 再來就是散單 算的都是差不多 一個禮拜可能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去下訂 沒關係啊 如果我去支援 我就跟你走 那個都散單而已 現在我集中出貨都在這兩三個禮拜 差不多下個禮拜日我都會出貨 差不多都這樣 五十五頭都出貨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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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要整條都了解 你比較快去下單 網路上有 我在演講說第五十五個月 我那邊有下單的網址 你自己去下單 你如果不要你叫少年人給你下單 你叫少年人也要電腦 他幫你下單 好 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要說五個 第一 說非法掌權非法 但是他一直跟你講 我要舉例子跟你講 什麼叫非法掌權 第二 中華民國篡政大日本帝國台灣 這就是非法掌權的市政 我要舉一些案例給你知道 你看他過來之後他就是 整個跟我們日本台灣都改改 改做中華民國的台灣 你聽到嗎 改做中華民國的台灣 你要怎麼改 改台灣的法律就好了 改台灣的歷史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的歷史和法律都叫 台灣現在的歷史和法律都是假的 那就是中華民國的台灣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現在是中華民國台灣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灣 我們共華來政權關四百年 所以台灣沒有自己的歷史 台灣沒有自己的法律都是外人給你定義的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告訴你 你齁台灣人現在都不要有法律 也不要有你自己的歷史 你的歷史都別人給你的 你的法律都別人給你的 所以你今天齁找不到回家的路 什麼樣的反應 你的所有的名字都別人給你的 都供給你 你頭上的 對不對 當然你後來去找不到家 正常的 只要說你如果在世間裡的時候 你們就把你頭上的 在你白毛 青青的白毛也把你頭上的 你也不知道你什麼人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們世間就是這樣 就用頭上的 中華民國 大家把我們摸來摸過去 所以我們台灣可能 所以我們這四百年來 有七八個外來的殖民政權 他在輪流這樣把我們灌 我到後來 我們現在台灣人都回一回 到底有我的祖國大一個 你要說台灣 台灣國國沒有 你如果把蓬雲正放台灣獨立 你就要跟他講 你就要把他扶出來 就是這樣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會變成現在台灣 大家都忙忙忙 這就是要說的 所以你看看 我們台灣現在就要 把外來政權還灌 現在就外來政權 所以他講得簡單 中華民國 讓我們台灣的法律 和歷史都嫁 假的 你知道嗎 他用嫁給我們 但是他現在在僵犯 所以叫做規法僵犯 說得簡單 非法掌權 規法僵犯 我要說一些政府 你笑一下 第三個 雖然中華民國 是規法的 但是 美國在那個時候 不得已之下 他還是跟中華民國簽了一些法令 他算了你 幫助中華民國 所以今天 我們要說一個時候 中華民國的老在台灣 實際上是美國的意思 因為他們兩個都違反 你知道嗎 既然有合法就會有非法 你知道嗎 有合法就會有人去 你知道嗎 非法 然後去違法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同的 現在就是因為 美國跟中華民國都知道他們做不對 因為他們是違反的 違反法論 所以他們現在想要來討論台灣的問題 所以 只要叫美國軍事要叫秘書 比如說立國 我們用法律來修國就好了 我們要修台 我用我美國的法律 我跟台灣整個都爭上話 這個就會衍生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美國的國內法台灣關係吧 因為你現在台灣的問題用美國法律來處理就好了 所以這叫做美國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 這就是美港 我等一下會講 為什麼我們要補一個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因為台灣的問題就可以用美國的法律來處理就好 這個也牽涉到我們台灣的美國總統的軍事 所以台灣的問題是美國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前頭的歷史再跟你講一次 就是美國現在要用美國的國內法來處理台灣的問題 所以台灣的問題是美國可以處理的 是美國總統的國會跟軍事政府可以按照美國法律來處理的 所以你看看 美國總統跟國會最近通過一些法案 針對我們台灣 你包括最近要通過的這個 明年的2020年的國防授權法案跟這個台灣保證法 我現在你單做兩個法案 這個兩個法案 如果一旦通過我馬上會 正攻直播 你網路上你就看得到 這兩個法案是最重要的 2020年的國防授權法案 因為他裡面有預算 針對台灣要執行相關的預算 所以一定寫在裡面 他的情報名 他要對台灣開始 一定寫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台灣保證法 我聽說明年美軍的國文團 我只看那個草案 美軍的國文團 明年要回來台灣 我已經有看到 啊今年那個獎領 年底應該就會佈答 最近應該就會佈答說 我美軍要派獎領來台灣做武官 可能是這樣 最近 這是美國的法案跟我說的 說他今年就要派了 今年他就要派美國的武官要來台灣 可能大概10月份也不一定 或11月份 應該這兩三個月他就會佈答 然後明年就是美軍顧問團要進來 那就是我們的美國軍政府 那他就浮出來在台面 那就是我們的美國軍政府 那就是台灣民政府 那以後美國政府加上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去按照美國總統的命令 去做台灣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這有給我們安排好 那劇本有幫我們安排 所以今天先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這個中美共同防疫條 跟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 第四的說 壁紙金的抗美案 林自身的抗美案 那結論你沒有政府 你沒有 你知道嗎 你沒有合法的政府 你沒有合法的國籍 你現在是政治的 這是結論 所以我說啊 你看看 他說你這個政府不是合法的 你不是合法 你又在掌權 那是不是非法掌權 我沒話不說啊 所以非法可不可以掌權 可以 胡予法也是在中美 但是我說這不夠等 畢竟他是犯罪的 他是犯罪的 他是犯法的 那你犯罪 犯法的政府或個人 你就不會長遠 那個就不是我們說的主權國家 甚至有人說那叫做部落 部落那 部落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法律的 沒有法律就算了 甚至他還在犯罪當中 常在犯罪 那個可以定義說那叫做部落 部落就是沒有法律的 那沒有法律的 你讓他看到這是部落 你就可以征服 因為他沒有法律 他沒有所有權 他沒有說誰的 你如果說 你以前的部落社會用打的 打贏的人會 所以他們喔 中國的毛澤東說 我們是槍桿子出政權 剛才那句話 剛才把他的底牌 展示出來 他是部落 那部落就是打贏的人會 你知道嗎 部落就是 你沒看不爽啊 我跟你不爽啊 幹我們呢 敲起來 那沒什麼法律的 打贏的人會 那就是部落啊 欸 部落把你打贏 都把你的人抬抬著 把你的家人都扭著 都扁我的家子幹的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對啊 所以你就要拿一人去生孩子 你老人就要這樣 以前都是堅引擬獵 那是真的 所以叫做部落戰爭 部落戰爭 是沒有在說人情 說法律 什麼都沒有 我如果打贏的人 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所以他們中國的社會 就是部落社會 所以毛澤東在說槍桿子出政權 打贏的人 人整個都拿了 要用搶贏的人 那就是中國人 我在那我讀書裡面也說 就是中國 說他們中國的無論 是中國 我跟你說齁 中國只有四億二十億 這是本人說的 強盜國家 用搶的 我在讀書裡面有做結論 他們中國有怎麼長的 所以我跟你說齁 我們讀中國歷史都嫁 我裡面也有什麼真 真的中國歷史長做什麼樣子 你如果看了 你會說有什麼 都用搶的 真的就是用搶劫 所以我覺得下一個結論 那個國家的人 都是強盜 所以叫做強盜國家 當然 那是他的文化 文化造型 他的文化 他的歷史造成的 你如果要了解 真正的中國的歷史跟文化 你用到台灣裡面 其中一部分叫做China 因為中國對我們台灣的影響很大 但是我跟你說 都不好的 他的影響都很壞 你看啦 共產黨是討異 我們過來以前 像一個國民黨 那也討異 那些什麼 那些都中國人 所以中國人的主張很壞 那就是部落文化 那無文化 其實中國無文化 他跟你說什麼 中國優良五千人都嫁 實際上他就是部落 部落 特別啦 TRIBE 那無法律 無法不聽 所以你看看人家說 槍甲子出政權 你不看今天中共 你看阿強說的那些都很討伐 什麼樣的原因 那就是部落 那就是強盜 你知道嗎 所以你去看我那本書裡面 你就知道了解 借港的中國 我寫的都真的 真的 他是長說什麼樣子 這是一個日本人跟我說 我去看他的書 我才知道 我才覺得 不是真的 他說的都對 他就講對了 他就講對了 吃到中國的歷史 就這樣 我去讀書 之後 從我有心得 我就把中國文化 在頭到尾 反對寫這件 我 這件寫我就寫真 我就寫真 我就照他說的 我就整個都寫真 我自己去調整 因為我以前 知道中國也都嫁 跟你們一樣 但是我問他嫁 要怎麼變成真 重寫 重寫 重新寫一次 好 我就整個把中國的歷史 在頭到尾 再寫一件 真的你去看 我把他中國的 五千年的歷史 再寫一件 寫 寫我告訴你 寫我們 寫我們正常人看的 有一個邏輯 有一個次序 你知道意思嗎 一步一步 在頭到尾 說到他現在 是強盜國家 都唱的 這是什麼原因 你知道嗎 就一直都跟你說 那就是無文化的 所以中國沒有文化 他沒有什麼好的文化 他沒有什麼好的文化 有啦 他有文化 但是他的文化都不好的 你只要去看 內臉寫 他的中國文化 會省掉 那些民眾 是很豪秀 還很喜歡 讓人唱 所以我說 那叫做強盜 所以 騙中國人跟你說的話 你就不要聽 你都不要聽 就對了 因為他講的 沒有一句是真的 你如果跟他到尾 你絕對不好 後來你一定叫他出 不叫他吃掉的 所以你不要跟中國人相好 你真的分不中 人家說的 叫做什麼 人家傳 人家傳 人家叫白眼人 真的 中國人也說 中國人自己是白眼人 你真的做個白眼人 白眼人就是這樣 我對你這麼好 結果你又給我倒架 又給我過河拆敲 這就是中國人 他是怎樣 你知道嗎 人家說的 吃軟不吃硬 是是專挑軟的吃 你如果對他這麼好 的時候 他看 他覺得你這個人這麼好 這樣我就要給他吃掉 你會都歪 你的好的 都歪 不知道意思嗎 所以他們就一個 強盜的心理 他如果看得好的 都他的 他都被你唱 都被你唱 都被你唱 所以你不能對中國人相好 你得比較壞 你得比較有威嚴 他 他 這緊你的時候才會怕 他怕的時候 傳他這麼不敢亂 他就是奴才 和強盜的心態 你要對他 所以就是要跟川普總統 現在這樣講 他對他很壞 現在中國人 我要說吃軟不吃硬 就強盜心態 你要對他以前 日本軍國主義這樣 我跟他講 乖乖乖的 你知道意思嗎 你對他最好 他就幫你倒架 你看以前美國 對中國多好 結果他記不去看 都給他負責 你如果無藍金黃 把他所有科 所有的科技都給他淘汰 你看 我告訴你 你不能對中國人相好 你看美國 今天變成這樣就好了 他就是 你知道嗎 對中國人相好 他不知道這個民族人說 白眼人 白眼人 你如果對他最好 他就整個給你吃條 吃軟不吃硬的民族 整天都要提豪小水 你給我撇 你知道意思嗎 我下次不會了 我下次不敢了 我絕對不會了 你娘 把他殺到他 就對了 第一件 你都要把他摸摸 一件把他拋壞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中國人要這樣就去抵你 那個你不能對他最好 我說實在話 他如果一件你做壞的時候 你就要把他打落地 扔落地 這樣就對了 你讓他怕一件之後 他就不敢把你抵你抵你 這個民族要這樣下去管 所以那個民族要用高壓的 你第一件看你做壞的時候 你不可以讓他第二次 沒有給他第二次了 你如果第二件你就是要死了 你知道意思嗎 你如果第一件說下去 第二件你就要死了 你知道意思嗎 這樣他才會怕 他的敬畏 你知道嗎 他會怕 他怕說 哇這壞的人 我不敢亂來做 你知道意思嗎 這樣他才會去 你知道意思嗎 這是為你好 因為他那些民族就是這樣 我研究他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說你對中國便說 雖然起來 你要談判之前 一定要非常地強硬 你知道意思嗎 滾頭不給他抵下去 沒關係 這跟他講 你有何等一千粒 你不要一萬粒在等 你知道意思嗎 事故也要這樣 要用這樣這麼壞 以前的蘇聯和這個中國 抵得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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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個民族 出 subscribed 人臉說這叫 人說練 Jacobs 割隊 啪化 你知道意思嗎 它們裡面都... 裡面都沒有什麼 意識的都沒有 他就... 那個茶的你知道嗎 去啪酒頭 這個屁股就好像沉沉沉的,好像是很好啊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個叫做打臉充胖子 就是這樣 那個民主什麼都不只割一支豪宅水 騙跟動争吃 你知道嗎?用威脅的 用利用的 用一些虛弱的手札 來取得一些利益 這就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我從裡面有寫這些名字 你都自己去看 那个品种就长那个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那就是我讲的 所以我那里面十二本里面都讲 事实 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但是是事实 你如果怕你又在问问 他又在问问问 我记得你看十二分你就好了 那就是真的 因为我以前也在找这个问题 我到底怎么的 我很多事情我想不清楚 怎么会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在那里跟你们同样 你们有收过的教育 跟我收过都同 你们早前的错误跟我的错误 我也同样 因为我们都同一套教育 我后来去反省 去看一些资料 我就去反省 到底什么是真的 所以我后来 我这参加台湾民主 在八九年 我都反省 从学 从改 全部都改一次 到底什么是真的 我只做一个 就是什么是真的 这样就好了 我如果知道真的 穿的都嫌 这样就好了 我如果知道真的 那是不是穿的都嫌 对啊 所以 所以 你如果看到 那十二分论 我告诉你 那都是用这样 用这样 一支一支打起来 一支一支打起来 真的啦 那都是我重新写过的 反省又被写过 好 那一片文章都改成二十件 今天我没有骗 那想说到底怎么 哪里还有错 我整天就在想起来 所以我这八九年 我整天就在想问题 我们到底怎么了 到底事实是什么 那十二分 就是做 我们的检讨 从台湾的 这个相关的 法理家的名字 要总检讨 逃到 所有的名字 从学 跟我们台湾 有关系 要紧 我都在这里 那些名字 绝对赞 我绝对没骗 所以你如果 有时间 你比较硬 网路上 1350而已 我电子长 会开放 我十月后就开放 十月初我就开放 你自己 你如果说 我摆电子长 我摆电子长 你就摆电子长 看不看就好了 不然你如果说 你贓鬼 你家开 硬 硬 硬帅 你自己赢 你拜托你不要拿 你自己拿就好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拿去 我都没关系 你不要再拿去 你不要再拿去 自己开 硬帅 硬帅 我再拿去 我拜托 我还在 我还没死 拜托 你稍微给我尽量 对吧 你如果自己拿去 10分 20分都没关系 你如果输 自己拿去 我都没说 你不要再拿去 你不要再拿去 拜托 我还是没要去 贪钱的 你不能这样 我跟您说很清楚 因为那是为了 我们台湾人 我们要讲清楚 说明白 不能再给我们台湾人 我们以前 叫中国民国 骗一件 现在 如果叫美国 骗第二件 你娘 你就真的 台湾人 你万劫不负 所以 你以前 你就知道 叫中国民国 骗一件 你敢 叫美国 骗第二件 你公生 所以 你怎么反应 自己来一件 自己做一次 像我这样子就好 你就拿我的当基础 你让自己再发电 你如果觉得我骗得不好 你让我再去骗一本 你让我再去骗另外24本 我也没有意见 对吧 你就比我更厉害了 我也要认同力 我就骗12本 你骗24本 还骗得比较好 我还要认同力 这是比较 这是竞争 这就是这样 讲得好 讲得漂亮 讲得准 讲得正确 这都要做比较 所以 你如果要了解 你就去看这十二本 网路上 你自己去订 你如果不合 你叫少年 最好 获到付款 有点点方便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是我的原则 我命令你 你赐我 这样我说 大家清清楚楚 这样比较没问题 再来 最后我们就讲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总结 什么是主管国家 主管国家 说的是法治国家 他用法律 在管理 这个政府和国家 这国家里面 有国家法人 跟政府法人 一般来说 我们都说叫做国家法人 就是用法律 内租的国家 或是说你这个政府 是法律内租也同 叫做政府法人 一般都叫做国家法人 如果说什么叫做国家政府法人 你国家和政府都要有法律内规定 因为我们台湾一定有国家 我们台湾的国家 叫做台一本帝国 不好意思 我们台湾国家 台湾的国家 因为 我刚才去台湾民主义 刚才 上后 一般年 一件必须在 我说就说 你敢知道台湾的皇帝 你敢说台湾的皇帝 你敢说台湾的皇帝 我想想台湾的皇帝吗 哎呦有皇帝 靠谣我以前不想这个问题 我想想台湾的皇帝 有啊有皇帝 日本天皇就皇帝了 我想这个问题 他是担一个国家的皇帝 嗯 你敢兵宴法 靠谣大日本帝国 他是大日本帝国皇帝 所以我又要去兵宴法 我知道他是大日本帝国天皇 天皇 所以我们的国家叫做大日本帝国 所以台湾一定是有国家 我们的国家叫做大日本帝国 我们台湾是一个地区 是台日本帝国台湾 地区上面人民的国籍 叫做日本臣民 日本臣民 那是1945年4月1号 这个什么大日本帝国宪法 那个交互天皇 在我们台湾实施了 我们台湾这些合法取得国籍 取得什么日本臣民 因为他来面有什么偶臣民 你们家都臣民 你知道意思吗 那是我们台湾人 改成了 所以这就是你台湾人的 正式合法的国籍 因为它是 方帝给你信任的 所以我跟你说 你现在叫做大日本帝国台湾 你的国籍叫做日本臣民 你知道意思吗 你今天我来说 这个最核心论数美战 这咱们最核心论数 我来说 我给各位做一个交代 在法律上我来做 你不用说你黑身的 把隔壁没记住 这个是错误的 你最简单 最完顺的名项 你一定要默暗 你默暗 你默暗后 你才去发电新的 发电一些比较困难 你不用说你黑身的 把隔壁没记住 全都改 不记住 这是不行的 你如果黑身的隔壁 我跟你说 你也要记住 那个好的 那个真的 那些很要紧的 你也是要摸 摸摸了 这样你整的 我跟你说 你这么多的 你知道吗 你才有连贯性 你才知道 你的名字 头位是怎样来的 好像说 我们台湾民政委的论 我们的论数很简单 一开始 只有四个字 叫做日暑美战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 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的原始点 就是四个字 日暑美战 我们就开始 做发电 所以你要记住 日暑美战是最要紧 为什么 它是我们的丸头 台湾法立 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源头 叫做日暑美战 我们就在那四个字 开始 四个字开始 做发电 又拖出 你看拖到我们 今天六号十 你知道吗 就只有四个字而已 这个是法力 所以我们台湾 这个法力上的 种子是什么 四个字而已 日暑美战 在那开始 那就是我们的政 我们就是日暑美战 在那种政 又开始做发电 所以我跟你说 你不用说 你偶心的 你把你的句话 忘了 这不行 你不可以忘本 越要紧 越原始的东西 你要把它抱得 牢牢紧紧 你要记得 你是日暑美战 这样就好了 你如果说 尊公你 今天 我们的东西 今天就算很不成才 你知道吗 他就只能说日暑美战 他这样也六十分 我也要他信任 什么样的原因 他把上金本没掉了 外面那些台湾人 你跟他说日暑美战 我跟他说 很多人跟你拼命 但是我们的东西 如果说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只能说 台湾人说这就是日暑美战 这样我也说六十分 虽然说 他的本质学生没有很好 就是人家没说不对 他把他拼得没起来 我们台湾民政府 最基本的论述 就是日暑美战 他也没有错 他也是六十分 虽然说 他一些 跟他有的所在 他都说不清楚 也没关系 他全部说 我就是日暑美战 你知道意思吗 我这样也六十分 我不用说这个东西 他的法律不好 他的法律是对 但是我会说 有清楚吗 没清楚 你会听他的 你只知道日暑美战 这样听他的 他说的 他都不知道 一问三不止 我跟他说 有的重庆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他就只知道台湾的国际 就是日暑美战 反正你们就 你知道 死报活报 这支 我跟他说 你们就是说 我们的概修烂就对了 我就是要死的这张 你知道意思吗 我知道他叫做日暑美战 我烂掉 村的你问他都不知道 今天我会说 今天又有这种东西吗 你问他都不知道 他就只知道日暑美战 靠腰有 真的有这种的 对啊 你问那些小的 他都不知道 但是我跟他说 六十分 你不用说这个人不对 你看这个人就是都没进步 他就是只知道日暑美战 有了 我们的东西有这种 他就只知道 他就只知道 你问他 还要亲密 他不知道 对啊 对啊 很多又很雜又很細 然後我告訴你 裡面你這裡投尾所有的 你所有的歷史 你如果不在收拾 我告訴你會掉鉤裡面 你會像彭文正這樣 彭文正你看他拿一丁盤 跟舊金山條約的抓頭 自己摸摸的摸去台獨 他就跟我講的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不了解這個歷史 跟法律前後的關係 所以他就會掉鉤 所以我告訴你 你如果真的要下去了解 你真的去十二本 你要看過 那些重點你才不會掉鉤 所以我建議你如果有心要學得好 你這十二本 你要想辦法去取得 你准說 紙本沒有買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電子長你至少要看 你至少要看過一件 看來面有什麼東西 你還不知道 你想要你自己電子長拿的時候 你還要自己再撈 再看一次 看還有什麼地方我不明白的 我不清楚 那裡面所有的環節我都給你打通 頭到尾要自己吃 那這是博士論的當中 你放心 我們只會用Pox 版的那種 就是我們那些Pox 版的整個 那個原則跟那個精神 我們就要寫這個名字 所以絕對沒有黑白寫 而且都有資料讓你找 我這個資料是在哪裡來的 這不是我黑白說的 我你做什麼簡報什麼名字 我只會拿政府給你 我這個名字在哪裡來 法律從哪一邊來的 歷史從哪一邊來的 資料從哪一邊來的 我已經截圖在那邊給你看 我還證明說我這個名字 我沒辦法說的 有這一些東西 我沒有亂講 所以你們有在聽我演講 或是你有看過我的簡報 或是看過我的論文 你就知道我做事情一定是這樣 我都一定跟你說 有的我不會拿無的跟你說 我不會拿無的都找無的跟你說 你拿虛無飄渺的東西跟人家說 那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跟你說 你若說民間聽人家說話的時候 你就覺得怪怪 你說你有政府嗎 你的名字在哪裡來 你一定要這樣問 你不用讓他在黑白說 你一定要拿政府 你有法律嗎 或是你這個名字在哪裡來 你要問圓頭 人家跟你說 我要說你第二件事件 你要去找他講的圓頭 到底有沒有 這我要拍習慣 你如果跟我說 我不知道 我很好奇 我的酒包拿去找 我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現在網路很方便 拜託你上網查一下 有沒有那些資料 你最愛看原始黨 最元素的洞就好了 因為那個 他沒有被加工過 他反而比較 他反而比較乾淨 比較clean 所以你要去看原始黨 你要看 像說我們現在台灣 這個所有款的原始黨 你要去看什麼 看下官條約 那就是原始黨 台灣隨什麼人的 就寫在頭上 寫在下官條約 屬於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閉下 寫得再明白不過了 永永遠遠隔浪 夭壽 你自己去看 我只看到那些文件 我就沒話說了 我知道什麼的 台日本帝國 我們日本天皇的 沒辦法 寫在抓頭寫 寫在下官條的 那都是正式合法 在做交割的 那有法律依據的 我前面有講那個 我們台灣的租款 就是大日本帝國 台灣 你都帶你去聽 我前面就有講過這個問題 你如果怕他還不知道 你 你要去聽 你要聽到 你聽到 這個台灣的數字是什麼 美戰 大家都沒有問題 台灣今天 美戰比較沒有問題 大家都說好 中國人也說好 我們台灣人也都說好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都說我們台灣 如果要求美國 這麼好嗎 好 我講 百分之八十五 都沒有問題 你如果說台灣 屬於日本的 我告訴你 百分之七八十的 我告訴你 都要 都要跟你押去 都要跟你對抗 真的 我告訴你 真的 這就是真的 所以我告訴你 台灣現在是 可以接受美戰 不要接受日暑 為什麼 叫中華民國詐騙教育聲音 你知道嗎 他說日本南京大屠殺 日本竊戰台灣 哇 跟日本說得那麼厲害 你知道嗎 他跟那個國民黨 那個 蠟燒利路的 說到他是什麼 什麼 民主的救星 世界的偉人 時代的燈塔 民主的長城 你娘 那些瘋 那些瘋 那些瘋的 一些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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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的 都扣扣出來 那就是這樣 因為我還記得 那些瘋的 以前我都要扣這個 我扣什麼 我們偉大的 蔣總統 我記得我以前 我還在 末學的課文 就是你 說你扣這些名字 我老師 很優秀的 都當中 叫我們末學 末學國文 我以前在末學 我就在末學這些名字 所以我還記得 什麼民主的長城 時代燈塔 對不對 世界的偉人 我還記得這些名字 還有一些標語 我們每年都要做一些比賽 我們都要去做這些標語 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 我反省 你們有的人 你就要做這種標語 我都不 我以前 末學這些課文 我老師就是 我也不會說 所以我還記得這些名字 所以你說的 我有中華民國的特殊有 但是我知道他不對 你騙我 因為我雖然就是那種教養 我也不是說 說的是我跟 在座國的都一樣的 中華民國的教養 我從頭到尾 我吃得不比你比較少 我有吃 但是我後來知道他不對 他跟我說的都嫁 所以你看看 我問他 他讓你知道的都嫁 你要怎麼洗回來 找真的 找真的 存在都嫁 我就是這樣 他讓我知道的都嫁 幹 他在給我騙 我知道中華民國 這是詐騙時代 他在給我騙 我想說 我問他 現在什麼是真的 你就知道他嫁 你第二天 就是你要去找真的 齁 你就都要翻衣 以前把你割在腦海中 你就一條一條 我拿出來 在頭再割到尾 對 以前他跟我說的 他都說對 我說他都不對 我就 全都把 電腦頭洗過來 所以我每天 你自我毀滅 所以我說 那十二本論很好 在幫你 那個是我懺悔過 我跟他說 內兵 很多都嫁 中華民國的教都嫁 我那個嫁 所以我十二本讀 你知道嗎 我的悔改 你知道嗎 我的悔改 我把不對都改作中的 你很辛酷 你把整個不對都改作中的 你看多辛酷就好了 你知道嗎 你把不對都改作中的 很辛酷 那就是我的悔改 所以我一天都割兩天 我就那天割下 我就很累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個 悔改一天 今天悔改一天 寫兩夜 那很壞 那只是一天割兩天而已 那沒糟的 那怎麼有那種主要 因為你看看 我們台下民上 絕對沒有那十二本讀論 絕對沒有那種名字 當然要你的啦 我們台下民上 那些所有主要都嫁的啦 只要我把這個嫁 把它變成真的 那個悔改 說這個名字 哪裡不對 我以前知道這次都不對 整個都改不來 那就是這樣 你把那個勇氣 承認你自己錯誤 以前知道我不對 現在要把它變成真的 什麼是真的 我整天都在想什麼是真的 欸 我就在那看 什麼是真的 在那想 欸 欸 我說真的 那一天天都割兩天而已 兩夜而已 那個你看到A4 你自己去拚 拜託欸 欸 我那些車都割三年我呢 三年 跑尾 還有練想 還有改 那齁 反反覆覆在那修改 前路在那對照 把那個名字摸出來 好像真的是 青梅在找路 青梅在找路 就好像一步一步在那 點點點點點點在那在找這樣啦 找說這檔是路 這檔是土 土不可以走 我會走路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路 跟土的聲音 去讀的事就不一樣 我們如果那個 廚師在那裡讀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聲音不一樣 這個路是要點燈 因為多人走 那如果土比較鬆 那個聲音也不一樣 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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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分就是青梅在找路 就這樣一筆一筆 一筆這樣摸出來 那都沒有照射 那都我關於房間這樣 整個射出來 我齁 我這三年都沒有出頭 我這樣出去出頭 我有的都出一天這樣而已 但我現在事情慢慢回來 我就 接著再寫書 那不就演講 我不是寫書 我就去做演講 我三年跟他做這件事 我博士畢業到現在都這樣 不是 演講 不然的話 我就是 寫書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件 整個都要了解 這件事 總好有人來做 我們把它寫 整個都清楚了 這樣我們大家都要 因為我說 我這裡有必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件事 已經七十年了 以前知道 知道這件事的老婆都死了 差不多都過了 我們有都九十幾歲了 現在這個 美國君主政府這些年輕人 並不知道 你知道嗎 現在連美國君主政府 要把我們關於那些年輕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 台灣的實際上的狀況 他也未必會清楚 那最好 我還是重新寫一遍 美國君主政府 他們那些年輕人給你看 就是六十歲以後的 你知道嗎 他們也未必會很了解 我們台灣的狀況 所以我今天說 一定 要有人來重寫 照 那個我們 美智的教育 因為我現在說的 我也是美式的教育 我博士班的那些全都美式 他們怎麼樣做 錄文 那裡面有格式 那裡面有標準 第一個 比如說你做的問題 你要求你的資料從哪邊來 你的資料文件 你東西從哪邊來 人家第一個要問你 第二個你要怎麼寫 錄文的格式 那都是博士錄文的格式 那是標準的 他就長那個樣子 一般你一看錄文看完之後 他就長往那個樣子 他有一個前後頭尾的順序 他有一個視序排列 你頭尾的所有事情你就吃不了 所以 美式的教育他們很強調邏輯 你那個東西的次序邏輯 包括歷史包括法律 他有次序跟邏輯 所以你看他那個編排的內容很好 很好唸 那個頭尾都有關係 頭尾到尾一隻一隻都有關係 所以你如果說把一個項目 你學完之後你都學整套的 你就學整套的 就像說你去學經濟學 你學整套的 一樣我在教法律 不好意思一樣 我都整套給你知道 我不會這樣 一套法律給你賺做十幾十 你學完之後你會賺賺賺賺 你不知道名字到這個頭要怎麼吃 我都給你賺賺整套 在頭尾到尾 那他找得很好 我跟你說絕對是頭尾 以後我對這個社會 臺灣這個小的最有貢獻的是 那十二本讀 真的我說是在外 我才演講而已 說我是 我就只有這家有作為而已 村內未必會有什麼大的作為 這家我覺得我做得來我就做 這我重新整理過了 你放心絕對是好的 你要記得 說我是我撲手有比喻 我是三年前比喻的 我如果整個邏輯這些東西 我都沒有的時候 我問你我要怎麼比喻 所以你放心絕對有博士班的水準 就絕對沒有賣賣 以前我也是在台北上 找到那些教授 找到那些老師跟我們批評 我們知道的論文 你才不會被批評 第一個你要有資料 第二個你的邏輯次序 你知道意思嗎 你如果整個小小的 人跟我怪怪人 就要跟你問一堆的問題 為什麼人在轉口的人 轉口知道你在邏輯次序 人家在問一些問題 因為你論文裡面 你沒有寫清楚 人家的教授一看 就知道好不好 他們的教授一年都要看 十幾本的問問 他們當然也知道的問題 每個都老教授做二十年了 他看也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他要特別跟你問 你知道意思嗎 你以後就會受到這種挑戰 所以你聽下來之後 你就知道 你以後會有很多泡火 泡會 那你可不可以承受這種泡火 我可以為什麼 因為我們能夠博士班畢業 至少啦 你就知道說人最不想問你什麼問題 第一個人家會問你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你一定要求確實 你如果說資料來源 你不答我他就知道了 第二個他會考慮邏輯 你那些東西你下的時候 你前後要相接 你不要讓人看不 人要看不 CC看不出來 人要問我 我說你就會越多問題 所以你資料來講清楚 你不能說 一切半端這樣 坐不住 我說你這樣回答的問題都要很直接 像我在回答我們教授的問題的時候 我都直接開門見張 我跟你講結論 你知道意思嗎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不行的 這個是例外的狀況 你都要跟人家講,講得很清楚 人家教授就要看你有那個勇氣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你寫文釗不簡單,你看的勇氣 把這件事說清楚的勇氣 你敢了嗎? 有的人寫文釗在那裡寫不寫不寫不寫 你沒有那個勇氣 你沒有那個心不寫 你沒有那個心理 所以你會在那裡寫 我看你文釗寫就知道你在寫 為什麼你講不清楚 我告訴你,跟你講得 開門見三 以前我們都這樣訓練出來 教授在問你,你不可以回答不出來 其實他為什麼這樣問你,當你清楚啊 他要告訴我,看你回答得出來回不出來 其實他早就知道了 他只要看你的反應是不是回答出來 在他滿意的答案裡面 你如果回答是他滿意的答案 那人家就算了 為什麼?代表你是有一個邏輯的 全部你說的是在那範圍內 他可以接受 你如果黑白說一下,有空不寫 沒有一個美式 你如果問一個料理 他還問你五個 你就死了 你說你就 掉在空裡面 人家說你這水準最壞 你進步就沒有進去 你連最基本的學養 你都沒有達到 你就在台灣很難看 有可能會這樣子 不是沒有 所以你看寫文章 你不能亂寫 尤其像這種博士論 尤其關閉到 我們台灣的國際 有這麼要緊的 你如果黑白寫 我告訴你 你還要承認 人家你起來 你看那些炮火 這樣 哇 鋪天蓋地這樣寫過來 你看你的名字 如果做假 我告訴你 你絕對幫忙 絕對崩盤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講的都是真的 因為我這人只說真的 我不會去講假 我說你的名字出來 你絕對又有講到的 什麼樣的反應 我很了解啊 欸 以前我也是 台下民章炮火 在那裡比較大 也不是沒有 欸 我們有時候上面 講十分鐘 下面要問你一個小時 我就不然這樣 一間我的教室在那裡講 我在那裡講 大概二十分 好 結果下課之後 下一節 章在台下民章問一個 今天我也不知道 那個時候 你看你怎麼 人家 教授覺得 你這樣說 是非常 非常出名 你知道嗎 那他在工庫也比較高興 你知道嗎 喔 下課 大家 下完課後 上課後 就幫你問一下 真的 我就站在台下民章問一下 我們一節是五十分鐘 就站在那邊問一下 我只說二十分鐘而已 總問50分鐘的常有常常都會遇到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我們博士班上個課程我們很多討論會 有的都做討論 討論以下 教授給你用paper 你下禮拜上來報告 一個15分鐘還是10分鐘 比較長的20分鐘沒關係 我們博士班人都很少一般大概5個而已 分差不多5個而已 所以我們上課都差不多三節 差不多你報告完再檢討 有的都 你只是上課說15分鐘就下來 教授覺得沒有什麼意見就差不多5分鐘講一講 再下一個 都這樣 那就是你訓練說你要做表達 你要做表達 然後即使他會問你 我有時候 我有時候就是這樣 我就說15分鐘跟他說20分鐘 我就想問50分鐘問一個 我有時候這樣 你看你要怎麼 對啊 現實是很嚴苛的 所以你覺得切你跟他亂不剩嗎 剩下你說問4以外 你又找不出答案 你看你怎麼辦 好 今天我們進入我們的主題 這一樣的啦 你看人家蔡英文現在做中華民國總統 人家說他是一個流氓政府 這他說的 這是要四年前說的 2015 他還沒做中華民國總統 他在做主席的時候他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氓政府 說了兩樣 他這樣連 整個連續共鳴一禮拜 那個媒體啦 包括國民黨一直給他電 一禮拜 哇 對吧 他好像2015啦 他說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 這句話我還記得 所以我特別 我覺得 這個是很有殺傷性的 所以你覺得說我們台下民家的政治 有沒有不了解中華民國台灣是什麼 其實他很了解 蔡英文人家自己說 他那時候做民進黨的主席 民進黨的主席他自己說 他是一個流氓政府啊 這好像是2014啊 是2015啊 這我忘了啦 這個很有殺傷力 你可以上youtube上面講 講你把蔡英文 這個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這裏面就有 你用去看他完整版的視訊 差不多兩分鐘 我看他怎麼看 哇 什麼洪秀珠很多人跟他講 賣幾禮拜 好 我們第一個講 非法掌權 付加將款 我說兩個案例就好了 我先說第1個案例 有一個女人 跟女人唱過來 跟一個女人唱過來 以暴力方式 跟發生性關係 並且限制自由 及住居 男人對外都宣稱是 一家之主 稱這個女人為妻子 男人掌控居 居所中所有嗜屬的權利 這個女人也沒辦法反抗 我問你 這個女人是不是一家之主 他是不是丈夫 那個女人是不是妻子 我問你 這是很簡單的 因為 我在最簡單開始說 我們就說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是用唱的 他怎麼是一家之主 對不對 這個人是強姦犯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第一個直覺 這個是強姦犯 因為那個女人是無法反抗 不管是用唱 用暴力把他脅迫 又把他瑕疵 那個女人沒辦法反抗 因為那個女人反抗 他就不怕 他在抗就沒辦法吃 不然就怎麼把他扔在 你知道意思嗎 那個女人因為他怕 所以就要欺負他的淫威之下 我跟你說 這個不是正常的夫妻關係 你怎麼看 我們知道說那個女人是強盜犯 你如果是這樣看就對了 那就絕對那個女人不是什麼一家之主 不是什麼的丈夫 但是他對我都這樣說 這是我太太 我用強的 你知道意思嗎 我是女人 我他的丈夫 我一家之主 你知道意思嗎 強姦犯都這樣說 都這樣說 我是這個女人我唱的 這是我太太 以前一個 古早的社會是 部落時代 母有的民族是用唱的 用唱來 我 我說一個民族 叫做 蒙古族 蒙古 蒙古以前的文化是唱 用太太那樣唱的 唱的 你看 陳吉思汗你知道嗎 那個 蒙 那個 蒙古 有帝國的收入 她的媽媽就是叫她的爸爸唱的 唱的也沒有婚後就跟她招下了 有孩子就生了 以前他們就是部落 部落所以用唱的 他們叫搶婚 用唱 所以他們的婚婚都用唱的 你可能沒有辦法想像就是我講的都真的 在蒙古時代 說我們陳吉思汗 我們的爸爸媽媽是用唱的 我們是外 我們都用唱的 你知道嗎 我們的婚姻都用唱的 我們都唱人的 母來做太太 真的我不會騙 蒙古以前就是這樣 用唱的就對了 看人家寫家著女子兒來的漂亮 你知道嗎 找一個時期之後 十幾個祁祁想 將他唱 把女子困難 睡得大部分 這台人 人的中 說你們我的中 鍾氣 你帶你的女子兒來的 那就是這樣 以前就是這樣 強盜 這蒙古的詩詞 用唱的 你跟去看 陳吉思汗的歷史 你看牠 她媽媽就叫她的爸爸唱給她 就是因蒙古認可這個習俗 認可為什麼 這樣我告訴你為什麼因蒙古旁邊都戰亂 不然他要有他的人民有那個殺性 殺性你聽得好嗎 你做事情比較適合 所以他們鼓勵這種強盜文化 鼓勵唱的 為什麼要培養我這個蒙古族殺性 你知道嗎 以前羅馬競技場也一樣 他為了培養羅馬人民的這個產品殺性 就是殘忍 所以都鼓勵人和亞洲在羅馬競技場裡面在割島 包括亞洲和亞洲人和人都在割島 都在那競技場在割島 為什麼要培養人民的殺性 因為以前都在戰爭 我告訴你以前 古早的社會在那一千年前前 每天都在割島 那不是假的 你看中國戰爭 那中國歷史的現役每天都在割島 整個歐洲也一樣 每天都在火拼 中國的利率現役也在火拼 什麼樣子 那是我說的強盜文化 以前都在割島 我告訴你 都在割島 你看 整個月就好 七十年前 過去台灣也是在割島 那就是 以前的部落文化 那是強盜文化 以前真的都在割島 你不要想說 你不要想說 這是一千年前的事 不是 七十年前 以前這種的事 也在台灣發生過一件 所以我說 以前這個社會 你文化 你研究 以前真的都會割 這是真的 以前的部落時代 都會割 連兩百年前 那個社會 那個國家的政府 都會割 所以叫做 他割完之後 他怕你把你管 你說那叫做什麼 不好意思 叫做非法掌權 所以我告訴你這件事 你都會了解說 我們今天台灣 叫中華民國 跟我們唱 跟我們劫持 努力 這個我要說 在歷史上 絕對不是第一次 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只是這個東西 很少見 很少看到 奇怪 我們這個文明 的社會社會 現在還有一件事 有 我們台灣今天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灣 台灣 說的是我們現在台灣 台灣 我們現在台灣 就叫一個強姦犯 叫中華民國 把你罵 你就是這個女人 你不在乎反恐 所以 叫一個 中華民國 台灣 中華民國 他就是我 說的這個 紅 你台灣 就是這個女人 你就叫他 他對我 說我們都紅 你看 我們叫做中華民國 台灣 那就是這樣 你要記得 大午 我前面 我跟我說過 大午 睡在你旁邊的女人 你就要去想 他是不是強姦犯 還是男人 你要想清楚 這是合法性的問題 他真的都有照顧來 好 對你好 一步一步對你來 照這個法例 人有 正是幫你愛 有幫你議員 有跟你說 要跟你搶 有幫你 這個女人做定分 你法例去定義 你如果說這次都有 這個男人 我沒話說 阿老婆 抱歉 他就來 我們酒店 你要幫我救 我就失眠他 我沒辦法嫁他 抱歉 這是強姦犯 所以你的婚姻 會有很多問題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你不是說 你一個女人和女人做的 你就學會 可能是 婚姻我 這樣看也不一定 我說這個名 你就知道 你看看你一些女人 一世人 你就是這樣來 或是說你 親眼睛看過 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婚姻 婚姻 因為 這種事情在我們社會 裡面有很多 有的那個女人 是叫 沒有啦 叫那些女人 沒有啦 沒有辦法因為 只有孩子 沒有辦法 我就介意 對啊 也像這種的 不是沒有 我們說的時候 我也沒有看過這種的 就是 不是 女人跟女人 兩個人 就是她出場 跟她出場 女人 就是 女人 就是 女人 就是 她出場 我以前 我的高中同學 就是這樣 高中 我的學姐 下去 叫我學長 叫她 結果 結果她 後來 她說 我們兩個 就是她們兩個 毛衣 她 跟她 她 結果 結果 有小孩 結果 她生了之後 她 後來 她要降級 她 才變同學 所以本來是我的學姐 變我的同學 我就知道 我就跟你說 真的有 所以我那個學長 是強姦犯 那不是她的 我來想要她們兩個 真的理人 那個婚姻真的沒有 維持很久 然後她就變單親媽媽 真的 這小的事 我說過這都有 我們小的很多 就是這樣 所以 你如果要跟人家 結婚 你也要照顧 你說 你們兩個都有意 好 這樣就行 你就去 法律做定義 這兩個步驟 你完成 我說你們 母母 因為這行為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你的記 現在都是法治社會 你要法律為準 如果法律定義 這個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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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土地是誰的就是誰的 他法律為準 法律如果說那個人的就是那個人 比如說我們台灣水裡什麼人的 你法律文章去翻 你不要說 那些水公什麼人都沒有 現在找法律文章 我去找出來就是大日本帝國 那是下官條件的 我就看來法律文章了 我就知道我們台灣水裡 台日本是天皇 什麼原因 法律規定的 這叫做法治社會和法治國家 這個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跟性經也有關係 所以我這個事情 也在這十二本錄文裡面 因為 行就是法律就是真理 神就是法律就是真理 神道學論裡面我講這些東西 為什麼西方那麼重視法律 因為它是上帝的意識 上帝的意識 上帝的意識 他有法律 他有真理 所以叫做法律 你用去看下的論文十二本裡面 有四本在講這些東西 你說這個神道學 你說神 你說法律 你說真理 你說這個主權國家 你幫你教這些 這個非常要求 就是川普通常用《定義文信經》 那什麼意思就是主權 三個問題 好 所以我告訴你 你在這個案件裡面 你就要看出來 不是現在台下民 你自己管的都合法 你有同意嗎 就跟我說 這個十五人跟十五人一樣 那個十五人跟他講 之後他就說 這是我母 對啊 我是一家之主 對啊 他可以這樣 對我都這樣說 對不對 這個十五人 他也不知道翻空 我問你 雖然這個女婦 很有寬 這個 十五人都在 他這樣吞打 我問你這個合法婚姻 這個 我告訴你 絕對不是丈夫妻子 這個女婦是強奸犯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就是強奸犯 所以 強奸犯是一家之主 是丈夫嗎 不是 所以我有跟你說過 你要好好去想說 困在你旁邊的那個女婦人 是女婦還是強奸犯 你知道意思嗎 這個很要緊啊 所以 所以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今天站在你頭上的那個 我告訴你 那就是你學外的政府 未必 未必 你從這個案例裡面 你就要看得出來 不是他上面有一個政府 他就是合法的 錯 很多政府是非法掌權 就是我今天說的 這樣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 這個女婦人共共而已 那個女婦說 我女婦啊 就是這樣啊 其實不是 那是強奸犯 同的啦 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是強盜政府 用唱的啦 你知道嗎 共都啦 強盜政府啦 要跟你講 要說 我你的國家 這個案例就是這樣 一樣同的 下來這個案例 我們就是你講這個 什麼 講這個 所以我說 這男人是強奸犯 及限制自由的罪犯 不是合法的一家之主 有嗎 對了 這個你講這個 合法性的 服役法人 同的 原本有一個國家政府 以暴力非法的方式 強制關押另一個國家的人民 篡改原本這個國家的名稱 成為自己國家的名稱 並且讓這個國家的人民 為自己 效忠服兵役 受詐騙教育 納稅 女人還替 該國生孩子 傳宗接待 啊 這種國家政府是 強盜國家政府 不是國際上的合法政府 這就是你講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 論真講 是一個 強奸犯的 他們是強盜政府的 這我也不亂講的 所以我跟你們說 我論文裡面 其中心一本 他們中國人的文化都會唱 跟那個 蒙古成敵師 那是一模一模的 不好意思 我跟你說 今天中國人的文化裡面 就是蒙古 蒙古 他們是真蒙古 百平的蒙古 黃河以北 我跟研究的 都是蒙古人 所以他們的文化都會唱 今天 中國人國 很討伐 什麼看你們 那他們蒙古種 他們黃河以北 實意上是蒙古族 蒙古 蒙古 萬青人 那叫做 滿蒙 滿青跟蒙古人 他們那個 南平那裡 我跟你說 是不一樣 他那個也不是漢人 他那個叫 漢華 叫羅勒民眾 我在那個 那裡面有寫 寫到這個名 你去看 我寫到那裡 那裡都真 我有跟你分析 那個裡面是什麼東西 那都真的 那裡 重新跟你寫過 所以你看 中國人今天很討伐 像討伎一樣 人家說是共匪 我們這個是獎匪 那有機會 中國人都討伎 那就是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文化 蒙古人 蒙古種 蒙古以前把全世界 揍一揍一揍 蒙古 蒙古帝國 以前他們在揍一揍 揍到哪裡 揍到歐洲去 揍到東歐 揍到哪裡 揍到威爾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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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納 因為威爾納 算 他這個 城牆和英雄 這麼不叫公 不過我跟你說 整個西歐都淪陷 加在董在威爾納 你知道意思嗎 揍到那裡 沒有整個歐洲 也叫蒙古帝國 有事件 以前蒙古帝國很壞 真的是 你知道嗎 強盜國家 那個 中國人就是 遺傳到 中國的 蒙古的 蒙古的DNA 跟他的文化 所以你看 中國人跟今天 都很討伐 像討伎一樣 跟吾羅蘇都一樣 像討伎一樣 他們都蒙古人 他們都蒙古人 他們真的 是漢人 在嫁 你要好好去看 我寫那裡 你都知道 那都是真的 現在中國人 怎麼這麼討伐 這樣 都跟他的文化館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菲閥將館 我就跟你說了 他就生成三英雄 就是我今天說了 所以 我就跟你說一句話 你要去好好去想 困在你旁邊 那個 是 林鄉還是強奸犯 我們這個政府 是強盜政府 還是合法的政府 你要好好去想 你看 國際社會 都沒有承認中華民國 台灣你就知道這個政府有問題 你還在說什麼 對不對 我就說 這兩個案例 你就要去對 這個政府有問題 你要承認 你如果說 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以前就是 不會這樣 今天蔡英文 又說在那裡 他是一個流氓政府 這也是他說的 這是事例 所以 台下民衆的人 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有問題的政府 所以才說 有問題的政府 今天你將管 叫做非法掌權 因為你們沒有這個概念 因為 美軍起來 一定把中華民國換掉 人家為甚麼換掉 因為非法 因為你也沒有這種概念 所以今天還要教你 有一些東西是非法 但是還在掌權 中華民國台灣就是非法 還在掌權的狀況 你知道的意思嗎 美國的反應 要跟我們伴 中華民國 不是合法的政府 你聽都沒有 你不知道 要討反 台灣人就是 五到四就是反 反正 好騙 反正 人家跟你騙 你都接受 人家跟你告真 你都沒有 你知道意思嗎 那就叫反了 所以你台灣人 今天你還告不怪 我跟你說 我也沒有辦法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一定說 流氓政府 蔡英文還不知道 他知道嗎 很清楚 這就是非法 僵權的案例 你說去我 再看一次 我在那個論文裡面 有講到非法 非法掌權 也有 我也去講到這些名字 稍微都去點了非法 僵權的事情 在神道選那邊 他有講非法掌權 有些算是他的管理 和他的case 所以 所以 我來講一件事 今天 不是有一個政府 幫你管 他就是合法 你要記得 中共今天那邊 我問你 中共是合法掌權在中國 你也想這個問題 阿共的那個政府 在那個 國政府裡面 是不是合法的 有得爭議 有得爭議 你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 中華人民共國 實際上是非法掌權 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們那也是非法掌權 奇怪 這都是中國人的政府 那些都很壞 一個共匪 一個獎匪 一個獎匪 那都是中國人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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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中國人的無力 跟平常是優良五千年 那優良五千年 那優良五千年 為什麽他們 中國人所做的 這個政黨跟政府 都好像都 頭尾一樣 一個獎匪 一個共匪 他們的黨就是 這個共黨 跟這個 什麼 跟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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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匪黨 他們這個 中華人民說 那個 政府好像是 共同一樣 叫做強盜 我們這個也一樣 這個 共和民國 台北 整個教育 都被我們騙的 那是否強盜政府 用笑的 騙的 用怪的 人家說的 一句四月二日 騙我的頭手 我還說 這叫做 你知道嗎 扶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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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權的政府 因為 他沒法 他用 不法的手段 給你騙 這叫做非法的掌權 有沒有這種 案例 有 如果社會上有的 你在國家上面 政府也會看到 那叫做非法的掌權 你知道嗎 這個 中華民國台灣 在我們現在的狀況 就叫做非法的掌權 扶以法 但是他在將權 好 再來 我們就說 非法掌權 是什麼狀況 第一個 他根本連法律都沒有 視為完全的非法掌權 那個部落 我說的 剛才 蒙古那個案例就一樣 他們 他們 都會唱的 他們有一個慣例 可以用搶的 但是我說 他不是所有蒙古族都這樣 但是他們蒙古族允許 所以很多都會唱的 他說 他說 陳吉思汗的太太 沒有 傳他的媽媽 跟他爸爸 就是他的爸爸 跟他媽媽唱 唱完之後 就把他強 讓他有信料 要生陳吉思汗 你知道嗎 所以陳吉思汗也一樣 他沒有辦法不聽的 所以 他是全世界上面 是最大的三人 他 我講 差不多是 他 手頭上面的人民 超過一億 所以 他是全球 泰人 泰最多的 摩軍 就是陳吉思汗 這是日書上的紀錄 所以我講 大家都說 日書上 最後 泰人 那就是陳吉思汗 他超過台積一億 不過 他如果去 看你翻空就塗層 這個國家都把你塗滅 以前有一個國家 叫西夏 三百萬的人口 卻賣掉 差不多 有土造的村 差不多十萬而已 村那兩百九十萬 我聽說都死掉了 那是其中一個而已 所以 他去都滅 滅國 又把你滅主 你看 中國那些錢 有一萬人 陳吉思汗 陳吉思汗 嚇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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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都沒人了,沒人了他都養鴻、養鴨,就是這樣 做他的馬場,和做養羊放牧的地方 所以他去為什麼成吉斯安都在台人 你知道嗎?他要什麼?他要留下牧羊的空間和牧馬的空間 所以他去都台人 這跟你說了,所以叫做部落 他基本的法律都沒有,成吉斯安還有法律?沒有啊 成吉斯安就是你如果反恐,你就是要死了 這就是他的法律,所以這就是沒有法律 你知道嗎?他連法律都沒有 第二個,他有法治,但是法治有偏差不公平正義的情形 這就是半開化的國家政府,有沒有這種政府?有 他好像很有文明,但是有壓慢的地方 他好像有法律,但是這個法律好像很不公平的正義 像我們台灣就是這樣,我們現在台灣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他就是什麼?一個半開化的國家政府 有什麼關係?他的法律有問題 我們這個法律都可以,你知道嗎?可以收起來 人家說有錢破死,你如果沒有錢破死 這就是半開化的國家政府,他有法律 但是他這個法律的公平正義裡面有問題 人家說這是主權的問題,你看看 這個中華民國之前 招數他的分聽說一萬條嘛,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還有包括蔡英文的學歷說一定有 叫人爭議說他的博士論的問題 其實你覺得這次的問題,你都睜睜睜睜看出來 雖然他有法律,但是我告訴他 他都在閃一些法律牌,都做一些不公平和不正義的事情 這原則上你就說,看做你是什麼? 你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你都為我法律 所以你看,中華民國我說,他蔡英文,我也不會說 他都在你走的法律牌這樣 這件的施焉案,可能捏一萬條,在美國裡面 誒,這是有捏到的呢,沒有捏到的還有多少 各位,你一定要有膝蓋去想問題 你如果去捏到一件的時候,我告訴你 這後面一定有幾十件 他這絕對不是第一件了 所以我說的,中華民國是強盜政務 我絕對沒話不說啊 他的施焉案都還沒跟我們講 誒,他又載過美國 那很豪大,那不知道說什麼 真正是我說,麻天過海,麻麻辣辯母 所以我說中華民國強盜政府 絕對不為過啦 絕對沒跟他亂往的啦 你只要去撕焉案就好了 誒,我們如果說人民齁 真的拿粉,拿雞肉幾條 放十條在那裡,我們就直接去打招數 反正給你罰幾萬塊 你知道意思嗎?罰幾十萬 對不對,好像粉都帶兩條還是多少 你如果說真正 把雞肉帶到 雞肉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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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的時候 他就跟你撕了 我跟你說 我們人民你看 湯,真正把我們 多帶兩條 要自己吃的 你知道意思嗎? 你就要去撕了 啊 他們那要幾萬條 你看到嗎? 啊 那不是第一件耶 聽說也不是第一件了耶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跟你說的 他們都慣犯啊 我說的 查他政府絕對不為過啊 他有法律 但是這個法論 都不說不定 這種叫做 半開化的國家政府 這就是租款的問題 所以 所以 人家說這個國家 這個地方 政府租款的問題 你說什麼? 這個國家的法論問題 所以我跟你說 法論 如果一旦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這個國家的政府 就發生問題 所以我跟你說 法論 你不能開玩笑 法論 法論跟經理 你都不可以開玩笑 因為這是一個 主權 國家裡面最必備 所以 美國為什麼叫 秘書長 教我們法理 那就是 主管國家的政府 你 想 日本的關係 就是法律跟真理 這跟米高總統 那本信經有關係 你如果要了解 你只好去看笑 就只有這樣 我沒有辦法 這邊再跟你 一樣一樣 跟你細細細分解 你自己要去看好的笑 你才知道這個名 我經常跟你解好了 就在十二本論裡面 跟你講 頭跟尾所有歷史 怎麼來的 我跟你說 這就是租款的問題 所以 你說我們租款的問題 就是說 你說你什麼你知道嗎 你的法論有問題 你們家的法論有問題 我跟你說 法論有問題 你們家就有問題 你的國家就有問題 你的政府就有問題 這叫做租款問題 這叫做租款問題 所以我看到 台面上有些人 你根本來亂講 什麼是主權 他根本就不了解 租款 你說你的法律跟真理有問題 你這個國家的人民 這個人 你的法律跟真理有問題 你的法律有問題 你的法律有問題 這叫做租款問題 所以你如果租款有問題 你的法律跟真理 就有三個問題 你看這個中華民國 他的租款有什麼問題 他為什麼不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 因為美國那邊的看法 你的法律 你的真理就是違法 就是有問題 所以美國 你剛才說 你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合法的政府 人家在官司裡面就說 中華民國跟美國 都放棄抗辯權 他也沒有再針對這個問題 在辯 為什麼 他真的 真的就是中華民國 有法律上的問題 他在國政府 有侵犯法律 那中華民國跟美國 都放棄抗辯權 那意思就是說 他也信任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租款有問題 什麼叫租款有問題 他的法律有問題 他的真理有問題 你沒有再針對 你中華民國是強奸犯 說得簡單 非法掌權 這樣就沒有困難了 所以人家說 主權的問題 是說你的法律有問題 你這個地方 人家法律的真理有問題 刪成問題 之後他就錯亂 錯亂之後 因為你的這個 你這個政府 你這個政府 是一個國家法人 國家就是政府 是用法律去做 結果你的法律 刪成問題 你這個國家政府就有問題 所以人家說 這個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 你說什麼 說你的這個法律 和真理有問題 叫做主權問題 今天我跟你講白一點 我不要繞那個圈圈跟你講 主權有問題 是說你這個地方的法律 跟真理產生問題 所以你這個政府 跟人民都在混亂 我講叫做主權有問題 講白一點 就這樣子 所以你要清楚 上面是主權 主權裡面就講兩個 第一個講法律 第二個講真理 我十二本論裡面 都有介紹 麻煩你自己去看 我沒有一項一項給你介紹 因為這裏面水很深 你沒有特別去做研究 你永遠不懂什麼叫主權問題 麻煩你去讀書 拜託 我十二本論裡面有 那你自己去想辦法 網路上都有 你自己去下標 最好貨到付款 一手交錢 一手交好 這樣比較乾淨 電子檔實驗 開放 你如果說我沒用 我家就開印刷廠 我自己用比較少 有的人說我家印刷廠 我家一本才四十塊而已 你都自己用 就是這樣 你家四十塊我拿不到 我沒有可能拿到的價格 因為你們家開印刷廠 有嗎 反正我們當時有這種 以前我記得 台南市民流行 說 秘書中他們家 會比較老 比較開印刷廠 我們台灣政府的新聞情自己用 哇 我實在喔 要承認 他要承認自己 他都不承認 跟不承認新聞情 你賺錢 我現在什麼社會 都有人說 很好笑的 我講的 你們家開印刷廠 就這樣 好啊 來 我們說什麼 什麼叫主權國家 主權國家 主權國家說什麼 他 他有法治 這個法治也追求公平正義 這就是主權國家 主權國家就是法治國家 他都說法律 他的法律是有法度的人民 公平和正義的 他不會黑白和破 你如果不對就不對 你如果不對就不對 這個國家的司法系統 追求公平正義 可以給人民一個公道 這個國家做事都 純粹法律 這樣這個國家是主權國家 你包括美國那些國家 他們大致上人民 百分之八八十幾% 都很受法律的 我們也不知道所有美國人都真的 但是台 美国人都尊修法律,也很怕法律 这种国家都叫做什么?主权国家 他的法律跟进户都没有问题 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原则上你归于说主权国家 所以什么是主权国家 你就分了清楚 有法律,有经理 他的法律追求公平正义 这个国家是主权国家 这个国家法律在国家的法律上面没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国家是用法律内租的 国家政府是用法律 他的法律如果没有问题,他的国家和政府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跟你说,你认为法律的人很要紧 你如果法律黑白色,我说你国家就软软软 你就删清资款问题 什么问题呢?你的法律跟进力有问题 你的法律删清问题 你知道吗? 好像说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台湾,你看它黏黏下去 我们台湾用中华民国的法律你就软了 你看他中华民国的法律 你看看你都软七八糟啊,还有靠你台湾上你都软了 你现在台湾应该是日本台湾 你现在台湾应该是日本台湾 你还给你改造中华民国台湾 你看你的整个都心情操软 整个烧帕的电就是这样,社会都在软就是这样 就是法律三星的问题 其实今天台湾的问题就是法律上的问题 去抵立这些国家 所以你看看我们台湾都是法政问题 法律跟政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很乱 因为我们的法律跟政理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你看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法律用的台湾 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公平的政理 那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政务是强盗政 用唱的,早上唱的 他用那个唱的,唱的就是徽幻 他就是没有你最求公平的政理 他就是最求他个人的利害观的 他叫做私欲,私人的利益,输人的利益 他是为了他方便和输人的管理 他不是要对求我们台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什么 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政 虽然他有法律,但是他的法律没有公平和正义 都跟一个业,业未到的同样 他如果用这个法律在台湾人民时都很坏 如果这个中华民国脚本拿出的时候 业未到,用什么中华台北 在那躲躲散散,那就是 那就是你现在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租款的问题 人家说你租款的问题是说你的法律和真理有问题 所以你对这个租款你就觉得认识 主权就是法律就是真理 就是法律 所以你的法律一旦创成问题时你的租款就会创成问题 你的租款如果创成问题,你的人货就创成问题了 所以你看看,我们去美国过的时候 美国跟我们说,有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都受害 那你为什么人权受害,那你人权受害他要赔你一笔钱 这在我们第二次的官司里面有说 美国准备要用一条钱赔我们台湾民政有我们的原告 我们有去扳新闻情,那有去教育 为什么要赔人,因为我们人权受到障害 为什么人权受到障害,因为你租款有问题 因为以前美国跟这个新闻家的中华民国冲得不好 因为我们台湾黑白兵,所以我们台湾有租款的问题 租款的问题,人权一定受伤害 我就跟你说了,你不应该去做兵的结果你去做兵 你不应该去立税,结果你去立税 你不应该去收益国民教育,你都收益国民教育 现在整个小子,整个小子都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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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呛,你呛呛呛呛呛,你就是这样 对啊,所以你的人权受到伤害,所以你以为他赔偿,原因就这样子 所以我跟你说,你会记得,这个主权就是法律和尽力 你的主权如果一台有问题,你的人权就会受害 所以主权跟人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一体两面的 因为你的法律如果删成问题时,你就会说辟害 你就受到伤害,我讲实话这是真的 你的法律如果删成问题时,你会去给他赔偿,别人也会赔偿你 你知道意思吗?这叫做法律 你看他的秘书厅,他为什么被抓去关,他就叫法律破坏了 中华民国法律给他撒毁了,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看看,中华民国撒毁了抓住4S令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的法律有问题,中华民国法律一定有问题 这个原因,我是原告,结果叫被告缩业 你知道意思吗?我都缓告,我告贏了 结果你给他缩业 这在法律上是没有办法交代的 你知道吗?你用你的中华民国的公权力 你把这个原告罗州CS令人够告贏了 你把他撒毁了,那就是政治迫害 你知道吗?我在法律上我都会解释 他死了,我跟你说,他还够一条 他把毕业撒毁去关,我跟你说 我们原告,你不要告贏了,你都放弃抗面前,你把他撒毁了 他就是政治迫害啊,没什么叫政治迫害 我用膝盖上我也知道 那是真的啊,那是政治迫害啊 我们告贏了,你把我们撒毁了 我不要看他这么拖毁就是这样 所以那就是拖毁 所以我来说中华民国,他不是法治国家 那是强盗国家 强盗政府 那不是合法的政权 那是非法的政权 非法的 那你把一个政权弄作人家 认识你作弊,就是这种 我讲的都是真的啊 你绝对没有办法辩解 我说都真的 因为,我的心扒就是你上帝的心扒 你心来的上帝的心扒 所以我的心扒跟上帝的心扒是同的 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上帝跟我的心理是痛的 他如果说要这样扑,那就是那个名字 所以我在说名字的准备,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我跟上帝的心理相通的 我跟上帝的心理相通的 我跟上帝的,我跟上帝都同的 所以,上帝如果怎么扒,我就怎么扒 所以我的心扒也是公平到正义的 我绝对不让你走 我也不会给你够扒 我也不会给你减扒 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样 是的 到底是不是人家说的公道自在人情 你自己去问你的良辞 那就是他上帝 我12本书里面都在寫论 我去寫到这个名字 你要判断什么? 你就问你的良辞的上帝 你问了什么,这个答案是对的 他会跟你说这个是 他会跟你说这个不是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 你如果跟上帝管理得好 他就跟你说这个真的,这个假的 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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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我们说的是什么 他会跟我讲 好,再来说,非法掌权 中华民国台湾有国际法问题 是半开化国家政 这个林志生的抗美案中法院的结论 你台湾人没有国籍 没合法政府,政治练义 我说哪里 哪里你就直接看得出来 中华民国有问题 他说你这不合法的政 哇,这句话是很致命的 非常的致命 对中华民国来讲是非常致命 他说你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不是合法的 你不是合法就是非法 你知道吗?你就是非法的 你现在中华民国台湾是非法的政府 这我没说 这美国的犯人说的 那我说的没合法是 人美国的法律说 不管有人美国的法律一定认定 你中华民国台湾一定是非法的 因为你这个政务不合法 诶,这个政府不合法是 在美国法律是很严重的 你不要看这个指控 这个指控是指控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在美国那里 总结我说reject分析 因为这是法官材的 这是法律材的 这个文件现在都 留在美国的数学 那都有流地存在 你敢走的 法律你经常下来 你要把它改很困难 你要把它改 而且我跟你说 中华民国和美国都放弃 他们不针对这些在辩论 为什么他们也心情说 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他们不再 他们不再抗辩了 这也是事实 这要害在那队你知道吗 没有合法政府 没有合法政府 所以你这中华民国不是合法政府 那你又在台湾掌权 那是不是非法掌权 我没有乱讲 我讲的都真的 我讲的中华民国 现在在台湾是非法奖权 他在你管理 他有管理 他的钱应该 他的减捕都应该 但是我说 他真的也是非法掌权 因为他用一套 你骗 他用一套 你骗你这台湾 你骗你 你骗你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叫做非法掌权 所以这就是法律 所以台湾的主权有问题 主权有问题是说 台湾在法律及真理上 产生了极大的谬误及犯罪 称为主权的问题 所以你骗你 主权有问题 一定说你 你一定在犯罪 你知道吗 你犯罪叫做主权有问题 因为你的法律 三性问题 你这个人就在犯罪 你知道吗 你这个人的法律 如果没清楚 你就去犯罪 但是我告诉你 你就去黑白做 你如果法律很清楚的人 你就知道这会做 这会做 这会做 这要做做得对 这要做到三种的 你知道吗 这叫做法律 你知道吗 他自己会拿捏 为什么 因为这是真理的 他神的教 神的教我们 你做的事要做得对 要怎么做 对 这就是这个 神 这里面说 就是主权的问题 所以你骗 如果主权有问题 代表什么 你犯罪 你已经在罪中 你正在犯罪 所以人们说 这个什么 你 那个中华民国 你不是合法政府 这句话在美国 的法律很严重 今天我们说 直接把中华民国 判斥 就是这个 没合法政府 这多严重 你如果说要看法律的人 你说 哇靠 这政府 没合法 夭壽 就说你主权有问题 主权有问题 主权有问题 是法律的问题 哇 中华民国 整个阶段了 这在美国里面 会法律在判斥 人们是主权 和家人 看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 这中华民国是非法的 还有你看 你包括 比如说 哎 哎 我说实在的 我们是研究 我们还顾行 备告在那边 夭壽 我看过这种 你怎么是阿伯生 土肥 如果说这种 不是土肥 不可以叫做土肥 所以这就证明 中华民国是一个 强盗政府 非法掌权 我也没说 我说都真的 所以你看 中华民国的司法系统 跟罗州市 判斥在那里 我告诉你 这件事很严重 你现在都不知道 那是你对法律的 建议不够 你如果建议 建议不够有够 你就知道 中华民国是有大麻烦 有一个超级大麻烦 温死的 我告诉你 他死了 又要再死一件 叫做参死 所以我告诉你 中华民国在台湾 会惨死 真的是参死 有的人是好死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他是参死 因为他有 跪下 跪下 我告诉你 没有人 我都拿他走 因为都很严重 因为你对法律 都很末视 因为你中华民国的 诈骗叫他 算是够出来 你都对法律很轻视 所以我知道你都不怕 你都对法律很轻视 那个我可以谅解你 但是我可以说 你如果要参加台湾 我可以说你对法律要很重视 人家说这什么 他的政府不是合法 你就看那些文件 看到的时候 你就要警觉性 你就知道这事情严重了 严重 我可以说 这是真的 所以中华民国是很严重的 在我们台湾 是 人家这美国的反应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不好 就是美国的反应说的才有严重 这个美国又在宅舍台湾 现在台湾又用美国的反应 你去看中华民国怎么死 我只要用膝囊上这个问题 我说中华民国一定是残屎 我说中华民国一定是残屎 我说毕竹你留在关 你不告贏了 你不告贏了 我把我留在关 你不告贏了 你知道意思吗 我这样告得好 所以中华民国未来是残屎 被告 没有 这个被告缩押原告 真的在法理上我第一件看过 所以我跟你说 这是反正 到底中华民国那四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他会参与了 你看这个被告缩押原告 这口气我觉得 不要紧 这条小我会记 我永远就记 所以当台湾人主权有 如果有问题 另一个意思是说 台湾人的人权受损 就是说 你记得 租款如果有问题 一定有一个人的人权 会受到伤害 至少一个人 那些人的管理需求 为什么 他叫我败害 租款如果有问题 就是法理三千问题 如果法理三千问题来说 一定会三千人 有人权上面的伤害 不是你自己障害 你自己就是你去障害罢了 所以就会三千人权的问题 所以主权跟人权 是一体两面的 你一旦主 在主权的律法真理里面 产生问题 你这个人可能给主散 你知道什么叫做自 自 自杀你知道吗 比如说这人沉沦到堕落 人家说堕落你就听了 堕落那人就是阻散 比如说我这人就是去吃毒 诶 吃毒叫阻散 那不是阻油 诶 我要阻油来吃毒 不好意思 那人是在阻散 所以说 你如果看你三千问题的人 你就可能去吃毒 可能去嫖妓 可能去贪污 可能去家暴 可能去跟人说谎 谎话 做假真正去跟人骗人 我跟你说 这就是主权问题 这就是主权问题 因为你的法律 你的真理有问题 你不应该做的 你都给人做了料 你如果看 准备就那些套位 人家说那些法律 不能做的 他每条都给他做 人家跟他说 你不可杀人 你不可偷盗 你不可奸淫 你不可做假见证 我跟你说 他不三十次都犯了 一段一条他没犯到的 你不三十次犯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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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里面有讲 蒋介石十条犯到的 每条都给他犯 他一条都走不去 如果说蒋介石不是罪人 什么人是罪人 他绝对是 不三十次犯到的 我还没犯到的 我只要 他只要一条 在边的人游走 你便会害死了 他那就是犯罪 那就是堕落 犯罪就是堕落 你知道意思吗 那就是死 所以 罪 罪是生命的毒钩 这圣经里面也有说 独狗 你如果把罪交到的时候 人家说的 永世不得操生 就是这样 那叫做死 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 教圣经你说的 活在罪中就是死 你知道意思吗 你如果被犯罪当中的人 你就会死 所以你看 祝福盖教的人 都一直在侵犯罚 你认为他是生还是死 他在上帝那是胖死的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这个人 虽然看他好像有心中 咕哭在跳 但是这个人在上帝当中是死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他没注意 因为 他叫做个困摸 如果一个人叫做个困摸 那人就是死 所以我跟你说 人家 上帝对死的境界 是都不一样的 你知道 他都送 我跟你说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事情是看 上帝的坎公 对上帝坎公公来说 一个人的死 是活在罪中 你若犯在犯罪当中 一直在那 摸摸十个里面都在犯的人 你这样是死的 你在活在罪中 你都一直在侵犯到十戒 所以你看 祝福盖教的摸摸就好了 他都在侵犯十戒 十条街都会被摸 我没有咆哮 我没有咆哮 骗说不用做 他每条都做 大一条他没犯 你说国势和战政法 祝福盖教 大一条没犯 圣经里面说的多严厉 你若犯一条 你就是侵犯全条 什么意思 你如果去犯到一条 法律 你所有的法律 你就会犯了 所以都犯了 所以你摸 十几次 如果去犯到一条 你每条都在犯 说人家 愿多说一个问题 我们家有二十個问 你知道吗 二十个桩 我只有一只不乖 我问你 我们家有乖 你贬我们家有乖 如果我们家有乖 我们家有一个桩子不乖 就算不乖 你知道吗 我们家出了十九个问 你都不乖 十九个桩子 都不乖 就一起不乖 你家有乖 你家都是不乖 就是這樣,所以人家是用法律就是這樣,你如果侵犯一條就侵犯全條,多嚴格,這就是法律。 那如果侵犯一條就是侵犯法律,我問你,如果就這種人,不管國際法,建政法,不少十次,騙有的法律,現在有的他每條都看得到。 我問你,這種人,如果不是罪人,什麼叫罪人,你如果有這類的行為,你就產生人權問題。 所以我告訴你,現在台灣是人權的重災區,以前就像那種蠟燒鞋子,整個給人家賭賣。 我說的都真的,我說的是,我們有法律的根據,我都不跟你說過,所以台灣現在很嚴重,非常的嚴重。 你如果說今天是一個有這個信號的,跟歐盧的話,你就知道台灣很嚴重,是人權的重災區。 所以美國法律才跟我們猜說,我們台灣是政治戀儀,這個也沒有錯咧。 你是政治戀儀咧,你就是法律跟人權的重災區,你就是台灣的。 所以現在台灣人說,你氣笑有嗎? 哇,國民黨啦,民進黨啦,中華民國啦,統一啦,不要統一啦,統一啦,有的沒有的都在氣笑,那就是,有什麼關係? 你就是人權的重災區啦,以前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台灣跟你亂賭賭, 中華民國那些蠟燒鞋子,所以我說的,中華民國那些蠟燒鞋子,真的是最該萬事。 人家說,阿兵也說一句話啦,真好啦,太平洋沒有加蓋啦。 你知道嗎?我在建議說,看他們要死那堆啦。 欸,我要說喔,我要說,這裡我在中,中華民國那些蠟燒鞋子,我都不想收了。 你如果要收到美國,收到美國,收到美國,那一批人我不要。 那一批人到哪裡人家都不要啦。 欸,他們是,惡貫蠟燒鞋欸。 騙了法律,每條都去發,發到我。 什麼國政法,政政法,那就是他們發的啦,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人家說國政法,政政法這些問題,就你說中華民國這些蠟燒鞋子, 在那裡,黑白在那裡。 現在就是,那些中華民國的蠟燒鞋子,在台灣黑白邊的事情。 所以人家現在要用國政法,要用政政法,欸,政政法裡面說什麼? 是說軍法欸,軍法欸,是講軍法欸,是講軍法欸。 戰政法,我們台灣今天還在戰爭當中欸,那叫做戰爭法欸。 所以喔,那有些人說,說口頭口,民國不知道台灣的口水。 你知道嗎?你如果說這些官司都看有, 我只有C-S-令這個官司裡面這個藥,你如果看有。 欸,很多人看不到欸。 啊我看不到,我看事情嚴重了喔。 你看,一看出來,三個字都會說,哇,夭壽,你沒有國政。 你沒有合法的政府,哇,這句話夭壽啊。 啊你政治戀獄。 你知道意思嗎?啊國的都沒有不對欸。 這是美國反應對我們台灣的境界。所以,美國反應對我們台灣的境界是正確的欸。 很了解我們台灣的欸。他講的這個都是沒有錯的欸。 我,美國法案的判決我心服口服。 真的沒有錯就是這三個。你台灣人你沒有國政。 第二,你沒有合法的政府。第三,你政治戀獄。 夭壽,美國法案的判決有夠好欸。 欸,這就是我心中那個答案,這就是上帝喔。 這就是上帝跟我說的答案,這就是上帝跟我說,跟美國法案說。 說,大家都認同一下,這真的啊。 因為他判決這屬性欸。你沒有國政。 你沒有合法的政府。 你在政治戀獄,這事實欸。 我也沒有辦法否認啊,因為他說的都真的啊。 我偏要摸的,我就說他判決對了。 所以,我就看這個官司錄來時,我就對到現在,什麼樣的原因。 我了解法律啊。 我了解法律,你們可能沒有國人比我對法律的了解更加了解。 因為我知道法律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法律。 所以齁,做人齁,法律,跟政治最要緊。 法律。 你法律如果有頭,你這個人做人,你就不會互賠。 你齁,這個人就是好的啦。 什麼叫做好人?有法律的人叫做好人。 那如果沒有法律的人,這個人,我跟你說,會有問題。 因為租款有問題。 這樣說,像我這個租款好去了, 人生你給我保護的人,我的法律就好。 我就比較不會去犯罪,我齁, 我齁,那個齁, 那個齁,最愛我大家替我討的機會就行了。 所以,你要挖庫上帝,什麼樣的原因。 你要挖庫上帝的法律跟前例, 叫做挖庫上帝。 你才是地球的啦。 你不會, 你不會,叫這個罪給你拖去。 就是施欲跟罪惡。 施欲跟罪惡,就是生命的毒鉤。 這心情有說, 你就活在罪中, 你就永遠的死。 你永遠的死。 我這個要去天國的啦, 我才不會對你去。 所以我對這裡很清楚, 叫做什麼叫做死命? 死命就是說, 你如果說的, 亞洲說幾句的真理, 就說, 我是真理啦。 我真理使你自由。 什麼, 你知道什麼叫真正的自由嗎? 就是, 你齁, 就是說什麼叫真理? 就是說, 你, 你, 這個人, 你不會, 你不會再犯罪。 你不會再犯罪, 這個人就叫真正的自由。 所以, 真正的自由是什麼? 我不再犯罪了, 我沒有再犯罪了。 我不活在罪中, 這個人就是有生命的人。 你如果每天都在犯罪, 都在怕法律牌, 都在整個地方搞到, 有法律的毒鉤, 罪惡的毒鉤, 這人你就會死, 叫做活在罪中。 所以, 一個好的人, 原則上, 他不會侵犯法律。 他除了不侵犯法律, 他還做了比法律更好。 人家去救龍線, 你知道嗎? 救真理, 你知道嗎? 啊, 這種的人就是, 人家說的, 得到, 升天的人。 得到升天的人就是怎樣? 就是由真理, 由死命的人, 這人就是得到升天。 啊, 一個人什麼叫做死? 叫那個罪惡, 毒鉤每天在那裡膠, 膠在裡面, 活在罪中。 所以你要說, 什麼叫做自由? 這就是自由, 自由的說, 我有不犯罪的自由, 我會不會犯罪啊。 啊, 你為什麼會不會犯罪? 因為你有法律, 你有錢, 你自己保, 你就不會犯罪。 所以什麼叫做真正的自由? 就是說, 你有不犯罪, 你沒有要犯罪, 所以你才有自由。 啊, 你如果一個人叫做自由, 我去吃毒, 我去開招, 我去騙錢, 去無敵無告, 去騙怪, 討論, 我說那個不是自由, 那也很自由的啊。 但是, 那種的自由叫做阻殺, 所以我說, 你阻殺跟阻殺, 你要分得清楚, 有的人, 你說自由, 實際上他在阻殺, 他說, 那是我的自由啊。 我要來犯罪我的自由啊, 我要來開招我的自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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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來回禮我的自由啊, 你把我管那麼多,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所以, 他說的自由, 不是自由, 那叫做阻殺。 所以, 你看一個人, 你說我這種的衛生, 我剛才說什麼開招我的, 那人是怎麼在阻殺, 你知道嗎? 那不是自由啦, 自由就是說, 我有不犯罪的自由, 我用不犯罪啊, 我用不犯罪啊, 我用不犯罪的事情, 我就有自由, 所以, 亞洲說一句話, 真理使你自由, 這句話是對的, 一百元。 他說, 你如果有法律跟真理, 你就會自由, 因為法律就是真理, 法律的核心點就是真理, 核心要義就是真理, 所以, 你如果有真理的人, 你就認罪法律, 你知道嗎? 你就不會犯罪, 所以叫做法律, 所以法律跟真理是作為, 叫做法律, 亞洲本身就是法律, 說得簡單, 耶穌就是法律, 就是真理, 因為亞洲告訴你,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你知道嗎? 所以亞洲是神的道, 神的道就是法律就是真理, 所以叫做神道, 你用法律裡面寫的, 就跟你講這些東西, 什麼叫自由? 你有不犯罪的自由, 那叫真正的自由, 你不會犯罪了, 你不活在罪中, 你不會每天那天那天有的, 不理不告, 就是活在罪中, 什麼叫做生命, 生命的毒溝就是罪, 罪, 在信經裡面都說, 我都有改經給你們改有清楚, 裡面都有, 我告訴你一個比較簡單的, 什麼叫做主權律法, 然後真理, 然後你如果沒有主權, 那你就犯罪, 那你犯罪就產生人權的問題, 這是, 整個都黏著火的, 你如果說傳這麼清楚, 你就知道這個有問題, 這個主權有問題, 這個法律有問題, 這個經理有問題, 哪裡有問題, 你每個地方都可以指的出來, 你就像這樣一樣一樣跟他指出來, 哪裡有問題, 所以當中華民國台灣, 在國際法上是違反法律, 就不是主權國家的合法政府, 不合法的政府就是, 違法犯罪的政府, 那如果這樣的政府, 事實上人在管理台灣人民, 稱為非法掌權, 就是說中華民國你看看, 他每個人看到都違反感冒, 他怕說你講法, 那叫做什麼, 叫做非法掌權, 所以非法掌權就給你做一個解釋, 你這個很清楚的, 中華民國台灣的問題就是非法掌權, 你知道嗎, 就是非法掌權, 你看不可以說的台灣人, 你沒有國際, 你沒有讓我的政府, 你政治, 尤其這個沒合法政府, 說中華民國台灣, 是有問題的, 在法律上, 是有問題, 但是他怕你將管, 叫做非法將管, 非法掌權, 美國就回來處理了, 三萬了, 再來中華民國, 我創政大日本帝國台灣, 這就說了, 非法掌權, 我只舉, 冰山的一角, 因為中華民國犯的, 實在太多, 我今天, 因為我今天沒要說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犯的, 我就說, 民間一條一條, 有人會去說, 這我不用說, 我只舉一個, 例子說一些很好笑, 你看, 說, 說比較有代表性, 等一下要講一些笑話給你看, 大日本帝國台灣原本的台灣總統府救治, 包括日本國政府托管台灣自治的法三號, 所以我們台灣比較有主題, 所以說, 我們台灣, 不必適用日本本國的, 日本國政府的法律, 我們適用我們台灣自己的法律, 那叫做法三號, 我錄影裡面也有介紹這個東西, 叫做六三法, 一直變變變, 六三法三一法到法三號, 那就是台灣主題的版法, 讓你台灣人自己去, 你自己台灣人的法律叫做法三號,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屬於特別法, 屬於日本的特別法, 特別法,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法律, 那個時候是天宏跟台灣的總統制定, 台灣的法律沒有跟日本國一樣, 我們台灣的法律是法三號, 就是天宏跟日本總統在決定的, 你知道嗎? 他覺得什麼屬於台灣, 他就用那些法律幫你管理, 所以叫做法三號, 所以法三號定義我們台灣主題的版本, 用你適用你台灣的法律, 來管理你台灣人, 你不用跟日本一樣, 所以叫做法三號, 所以我說, 台灣跟日本國不完全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用的法律不一樣, 我們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法律, 叫做他們, 日本人自己, 他們的法律, 但是我們台灣他們是特別法, 法三號, 所以我說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喔, 就是台灣跟日本國是不一樣, 我們叫做台、日本、台灣、 台灣人他們是日本國, 你知道意思嗎? 這是兩件事, 因為我們用特別法, 所以我們跟日本國其實也不一樣, 叫做法三號, 我們台灣是叫日本國突然而已, 還是我們台灣須於台、日本、帝國, 我跟你講清楚, 這裡是要害齁, 這裡齁, 其實我改天再開一堂課在講這個, 這個有空我再來講, 講這個我們台灣主題相關的法律, 應該比較早有一個法三號, 我跟你說真的齁, 所以被蔣介石怎樣, 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取代, 他就趕快過來之後, 他就下一個名字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他就改你改做中華民國台灣姓, 例如齁, 台灣總, 我們台灣的總統府叫中華民國 竄改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 有嗎? 欸, 現在今天中華民國的總統府是這個上, 以前是我們台灣總統府, 你看, 所以我看, 是不是中華民國竊佔台灣總統府? 竊佔啊? 反正不管如何你看他, 我們以前是台日本帝國總統府, 結果變成中華民國總統府, 這樣是不是竊佔? 很簡單的, 你從表面上看他就是竊佔, 還有什麼, 我們台北帝國大學, 欸, 竊佔該做台灣大學, 所以我說台灣大學的前身是什麼? 台北帝國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 以前說有台北帝國, 一定, 大日本帝國台灣被篡改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省, 並以戒嚴令及警備總司令部, 彈押日籍台灣人民, 有, 這個戒嚴齁, 戒嚴到這個, 警備總司令部, 總司令部, 他跟我們押, 跟我們押三十八年, 又跟我們撒鬧, 又跟我們台灣的精英都台台市, 最佔的跟最佔的都全市二十萬, 一二十萬全滅, 最聰明, 全市最佔的, 全市, 所以中華民國是很濃度的, 他不是剛才很好的, 他對我們很好的, 我們知道, 大日本帝國天皇是輸給美國總統, 以政調的強盜來說, 大日本帝國台灣應該成為美國台灣, 我們當時是天皇輸給美國總統的, 再來, 盟軍美方代表蔣介石來, 來, 就算我們台灣廖一號, 違反戰爭法, 將大日本帝國台灣, 創改成為中國台灣, 欸, 我那個時候是日本台灣, 結果我輸給美國總統, 我如果用槍, 我應該是美國台灣, 結果我怎麼會變成中國台灣, 那沒名字啊, 我們日本輸給美國, 既然變成中國的, 這是莫名其妙的東西啊, 欸, 我們日本是向你美國投行的, 我如果照理說要變成美國人嘛, 那如果無名其妙去拿到中國人的國賊, 那又是無名其妙啊,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說到是亂七八糟的東西啊, 有了, 我們台灣那時候輸給日本的嘛, 我們日本向美國投行, 啊, 既然變成中國人, 這無名其妙的事情啊, 所以齁, 我會說一件事齁, 日本台灣輸給美國, 啊, 日本台灣卻變成中國的一省, 真的是八竿子打不著, 狂狗受感的悲劇, 就發生在日本台灣身上,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中國, 我是日本台灣, 我輸給美國, 我照理說要變美國人, 我如果說要稍微也要變美國人, 我就叫你美國百責嘛, 我是日本輸給你美國的嘛, 這點我沒話說嘛, 你也沒話說嘛, 你是主要在你全國, 你自己也承認嘛, 啊, 所以叫你說我要變美國人啊, 我如果說你跟我唱, 我也要變美國人啊, 奇怪, 又比較無名其妙, 我今天會變中國人, 對啊, 欸, 我日本輸給美國, 既然變中國人, 啊, 我問你一個問題, 帝國也輸給美國, 奇怪, 他怎麼沒變中國人, 他也是又帝國人, 靠腰, 啊, 為什麼日本就這麼要稀小, 你不然日本人, 輸給美國, 既然變中國人, 啊, 帝國也輸給美國, 啊, 他也是帝國人耶, 啊, 啊, 我們有無名其妙, 就覺得我們很奇怪, 對不對, 我們台灣輸給美國, 既然變中國人, 啊, 就是, 我們日本啦, 齁, 日本台灣輸給美國, 啊, 變中國人, 啊, 啊, 我說帝國就好了, 帝國輸給美國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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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啊, 我如果讓你供, 對不對,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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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無名其妙, 你看, 我, 日本台灣輸給美國, 既然變中國人, 啊, 我也不要說啊, 就好像亂而已, 啊, 好, 再來我們看一些事證, 台北帝國大學, 這我也不會說, 以前, 台灣台學啊, 那個, 那個, 台灣台學的獎王就是這樣啊, 以前是台北帝國大學, 好不好, 玉科公列, 台北帝國大學, 再來過來之後變成台灣大學, 啊, 還有我們台灣的總統府你知道嗎, 以前是台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統府, 現在過來之後變成中華民國總統府, 那種唱的啊, 所以這個, 日本台灣輸給美國, 卻成為中國台灣, 就叫多久相關, 你如果說我們日本台灣輸到, 輸到說, 美國, 啊,我們今天變成美國台灣, 這樣就算了, 就算了, 想不到我找一個頭禮, 你就把我唱就對了, 你把我叫, 好, 這樣我做任務, 你知道嗎, 我平衡夢耶, 你知道嗎, 結果我們無名其妙耶, 我們日本台灣輸到美國, 變中國台灣, 我沒有想到都沒有了, 我輸給你, 照顧你, 你叫一個中國人給我叫, 你老實就是這樣, 所以這叫做雞口相關, 我沒有想到就對了, 那沒有名其妙耶, 我是日本台灣輸到美國, 結果我變中國台灣, 我就回回回, 這就產生一些, 人家說的, 這個法律跟整理的問題, 這叫做租款問題, 啊, 日本跟中國雞在一起, 我們是一個國家, 小的,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當全世界說, 你中華民國台灣無正常, 啊, 這叫做無正常就是什麼, 叫做雞口相關而已, 我用它解釋, 就是亂七八糟而已啊, 啊, 日本台灣輸給美國, 結果我們變成中, 我們要變成中國的一姓, 我用它解釋, 老師耶, 我跟我說什麼人也說, 這不明其妙啊, 我沒有要解釋啊, 所以這叫做雞口相關, 就是有這種事情, 人家說, 只要你說是, 雞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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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師的就是雞口相關的事情, 這是很罕見的, 但是有嗎? 有, 我看這報道就是雞口相關, 有這種名字嗎? 有啊, 我們台灣就是這種名字啊, 台灣就是, 中國加日本啊, 叫做, 中華民國台灣啊, 因為台灣就是日本啊, 你知道意思嗎? 有一個中華民國跟台灣合起來, 就是中國跟台灣合起來, 叫做中國台灣, 這個亂七八糟的名字叫做, 對啊, 這叫做雞口相關啊, 所以國際社會不敢相信, 你中華民國台灣, 你有中國, 也有日本兩邊割起來, 我就不知道你哪裡會割的, 啊, 我問你啦, 如果說這隻狗跟這隻雞口相關的兄弟, 這是三小, 這是會看外面的, 你如果說這隻真的生出來, 這是要生狗還是生狗, 這是雞口相關的, 我問你, 你知道嗎? 因為他生不出來, 所以叫做雞口相關啦, 就沒有這種名字啦, 這種名字不會永久啦, 狗就要狗相關, 雞就要跟雞相關, 人就要跟人相關, 你老師咧, 就是這種雞口相關, 這不會生的啦, 所以你看, 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一個卵七八糟的名字, 你說卵七八糟, 它會發生嗎? 它就是會發生, 偏偏就是發生了, 啊,這是無結果的啦, 雞口相關, 雞口相關, 雞口相關無結果的, 什麼就生不出來啦, 啊,就是, 在那裡, 欸, 欸, 雞口相關, 我真的, 欸, 我沒看過, 這個, 這個, 我這, 我以前小的, 小的, 小的, 我沒看過啦, 那一隻狗, 不知道什麼, 欸, 我看到, 他就是, 真的是, 不跟狗, 欸, 他不知道什麼, 他不知道什麼, 那種名字, 我沒跟你說, 那是什麼, 那種, 不好意思, 到狗, 我沒看過, 狗到狗, 到狗, 我親眼睛看的, 那個狗在, 狗在, 你, 他就在那狗, 打開, 欸, 不是雞是狗, 我雞是狗, 我親眼睛看過, 他們才有狗, 狗到狗, 因為, 我們齁, 我們齁, 我們, 產生的所在那種, 那種狗, 那狗, 我沒看過, 撞起來的時候, 不要把狗, 那個什麼, 那個狗, 不要, 我沒看過, 但是, 我沒看過狗, 但是, 我們, 一般人說, 叫做狗狗, 就是, 以前, 真的, 我們的狗狗, 你知道嗎, 我鄉家都這樣, 你講到一些, 有的, 沒有的, 不可能會不會倒, 你知道嗎, 啊, 我們台灣就是這樣啊, 台灣就是, 真的, 中國民國台灣, 你想想看, 那是什麼名字, 中國台灣, 那叫做, 那叫做, 那沒有結果的啦, 就是這樣啦, 他不會有後代啦, 他不會有以後的, 他沒有未來,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因為他, 對象搞錯了, 就這樣子, 這就是法例啦,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就是這個, 無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 這是真的有的事情啦, 好了, 你看, 蔡總統, 付蔡, 這個, 辦事處致哀, 署名中華民國台灣總統, 有沒有, 你看, Present, 裁判, 台灣, 有沒有, 中華民國台灣, 這叫做, 知道嗎, 是中國, 齁, 中國台灣, 台灣, 這無名其妙的東西啦, 所以, 這叫做, 極狗修鑑, 沒有什麼極狗修鑑, 所以, 你在國際社會, 你都沒辦法騎去, 人家說, 你這個政府不合法, 你在政治戀義, 你人民沒有國際, 所以, 你中華民國, 不是國際, 你也沒有台灣國的國際, 我看你要怎樣, 所以, 這叫做, 政治戀義,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好, 還有一個問題, 你看看, 這多好笑, 所以我說, 中華民國, 整個都衛造文書, 柴柴政府, 我也沒有亂講, 你看看, 這看多好笑, 這是, 某某人的, 這個, 這個, 我, 我不知道, 這是, 這是客家, 真的, 他說, 生民國前十三年, 靠邀民國前十三年, 什麼時候, 我沒話說的, 以前, 我看過, 民國前五年, 民國前五年, 你怎麼不出來了啊, 所以, 代表都, 後面, 還未走, 你那時候, 你也知道, 民國前十三年, 民國前五年, 以前, 我看過, 民國前五年, 那就是, 後面的感覺,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看, 中華民國在台灣, 都衛造文書, 都被造文書, 柴柴政府就是這樣, 你看看, 這是什麼, 胡適啦, 他, 他, 生於什麼, 中華民國, 前二十一年, 胡適生在中華民國前二十一年, 那是當時啊, 民國前二十一年, 有這個東西嗎, 這個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看, 民國前五年, 這是我沒話說的呢, 你就要, 偽造文書, 你也要靠邏輯的, 做得漂亮的, 啊, 民國前十三年, 民國前二十一年, 這真的呢, 你如果說, 皇帝這個時代是, 民國前三千五百年, 你就要玩這樣, 笑的, 你整個都改民國好了, 對吧, 你如果說, 秦始皇, 你要跟, 民國前, 兩千兩百年, 你就整個都寫這樣就好了嘛, 民國前的, 你都改做民國嘛, 你如果要被造文書, 你也寫得好耶, 對吧, 你民國, 對不對, 前二十一年, 民國前三年, 這說法真的很好笑耶, 他們連偽造文書, 都沒有一點邏輯耶, 民國前二十一年, 民國前十三年, 吼, 我又要討厭了, 說這件事啦, 你看, 國民黨篡改歷史, 民國二十五年, 台灣是日本時代, 拿來民國二十五年, 你看, 這個是什麼, 碧壇大橋的叫, 叫什麼, 我不知道, 現在到底還有錯, 但是, 碧壇大橋, 真的, 他叫民國二十五年, 八月竣工, 他以前, 碧壇大橋是昭和十一年, 叫國民黨改做民國二十五年, 這叫什麼, 衛造文書啦, 民國片匪, 所以, 中華民國那些人過來, 都幫你改民國, 你中華民國台灣就是這樣來的, 你就整個, 飄仔頭都是淘汰, 所以, 他就淘汰你的法論, 淘汰你的飄仔頭, 所以, 中華民國是差別國家, 強盜國家, 我絕對沒話說, 去台灣給他淘汰, 都給他衛造文書, 所以, 你現在,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是一個詐騙教義, 他跟你說的那些歷史, 法律規矩都不對, 所以你現在台灣人, 揮揮揮揮揮, 我現在到底什麼人, 你現在都找沒路了, 忙忙忙忙, 什麼樣的原因, 你就叫這片詐騙系統來騙, 中華民國的詐騙系統, 你看, 這都給他淘汰, 人家在教學十一年, 都給民國二十五年, 有沒有, 這都, 這都政府的啦, 我講一下, 連你們祖先的夢, 夢白座, 你把你淘汰, 還有什麼不淘汰, 你看喔, 這民國前十三年, 哇, 這都被淘汰的啦, 這碧蘭大橋, 這都被騙的啦, 你看, 都被淘汰的啦, 那人, 日本時代交學做的, 叫你改民國二十五年, 這叫做民國騙匪啦, 衛造文書啦, 所以, 這個中華民國, 是不是參加國家啦, 沒有錯啊, 民國啊, 是不是民國騙匪, 過世紀跟騙, 像頭改名人, 所以, 它變成台灣主權的問題, 台灣的這個法律, 和政理都三次問題, 整個台灣都在錯亂, 真正錯亂, 叫什麼人害, 中華民國的詐騙教育, 你整, 叫你所知, 你都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的都嫁的啦, 齁, 啊, 再來之後, 因為都嫁, 齁, 啊, 所以齁, 美國這樣怎樣, 你知道嗎, 只要用一個方法, 請跟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 他雖然嫁, 但是, 因為畢竟是美國, 美國把它抓過來, 啊, 結果, 美國的折衷辦也是, 他說這樣啦,齁, 中華民國, 我, 替我照顧日本台灣, 因為, 你, 日本台灣是, 怎樣, 是我那個, 算說, 美國的詐騙教育, 啊, 我現在, 因為太誇張, 因為我寫得很誇張, 我無悔, 這樣齁, 這樣齁, 你齁, 你齁, 日本台灣, 你就中華民國替我方向, 你知道嗎, 你日本台灣, 是我美國要來照顧的, 但是我現在叫你中華民國來, 來防守, 所以叫做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齁, 定義說齁, 美國請中華民國來顧台灣, 啊, 就是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就是他來齁, 他就跟你改造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 我跟你說齁, 這叫做監守製造, 人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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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什麼你知道嗎, 好像說, 我齁, 叫你來做伴郎, 啊, 我姓郎, 你知道嗎, 我算是那天的姓郎, 啊, 你是伴郎, 伴郎就是中華民國, 我就是姓郎, 我美國, 啊, 我現在要娶母, 我要娶台灣, 我美國要來娶台灣, 齁, 結果, 我們在婚禮後的時候, 齁, 結果這個姓娘齁, 叫你這個伴郎帶他去睡, 就是這樣, 結果我姓郎說齁, 你幫我辦事, 欸, 我和你結婚的, 結果你叫伴郎和我睡, 你老師咧, 怎麼有這種啊,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台灣就莫名其妙啊, 我要跟你結婚的, 是你要來跟我講, 結果你, 結果你, 結果你叫一個亂, 亂七八爪人, 你來跟我講, 我和你結婚, 結果你, 結果你, 叫另外一個人跟我睡, 就是這樣啊, 就是這個假告示感人, 但是他在台灣發生啊, 那叫做中美共同防疫條約啊, 這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流亡政府, 就地合法的一個, 一個方案, 叫做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他有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一個司法性, 所以我說齁, 第一個讓中華民國, 就地合法什麼人是美國, 他是美國, 這個中美共同防疫條約是屬性, 所以, 美國要負連帶責任, 反應就在這裡,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台灣, 他叫中華民國盜國, 他牽手製造, 美國也很夭壽的, 他就和我們台灣結婚, 結果他叫另外一個人齁, 幫我們睡, 就是這樣啊, 乱七八糟啊,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說啊, 所以, 我叫西亞的時候, 你才把美國和中華民國, 這兩個都夠參與, 你老四耶, 你不要和你結婚, 你叫別人到我睡, 對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有沒有亂, 所以我們整個關係是很亂倫的咧, 這個 美國, 日本跟中國現在在亂倫,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是黑白瓶, 以前, 美國那邊的決策者齁, 跟這個中介就這些齁, 是亂七八糟, 你說什麼國際法, 我說的時候, 美國也自己都違反了,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主義, 說什麼國際法, 我也說一下, 你看, 騰這裡有的都跟黑白瓶咧, 他又是地心經的咧, 結果地心經做一些黑白瓶的事情, 不怪他都不敢說, 說到台灣的問題, 他就在那裡想, 有沒有看到問題, 哼哼哼, 他為我上帝主權, 黑白瓶, 我跟你結婚, 結果你叫別人到我睡, 你在上帝那裡要怎麼交代, 欸,我是輸給你的咧, 我們是, 日本是輸給美國, 結果我們會變中國, 我就想不到啊, 啊不然你要變, 也給我變一個比較好的, 不然你也給我變瑞士, 不然你也給我變澳大利亞, 還是你給我變加拿大, 考驗我也比較開心, 你怎麼會給我變一個中國, 叫一個下山爛, 來陪我們睡, 就是這樣啊, 所以美國很優秀的啦, 我們日本輸給美國, 結果我們要變中國人, 沒有名字, 你如果說變一個美國人嘛, 我也想到你來, 你給我唱, 我真的想到你來就是, 反正就是亂七八糟, 亂倫, 黑白做啦, 這叫做中美共同防疫條約啦, 這是一個亂倫條約啦, 亂倫啦, 黑白來的啦, 對不對, 你只要你說台灣是你美國要來國, 結果你叫一個中華民國下山爛的 蔣介石國民政府, 來我們台灣監守制度, 你知道嗎, 你知道意思嗎, 這就是萬英啦, 你知道嗎, 這就是, 美國跟中華民國, 對不起我們日本台灣人的地方, 你知道嗎, 所以這兩個都罪犯耶, 美國跟中華民國同罪耶, 同罪耶, 同罪耶, 那這, 這, 這種事情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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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 他如果剛才台灣的問題都滋滋烏烏, 滋滋烏烏, 什麼樣的原因, 他做不對的, 他不然就對新的主權交代, 他這樣整個幫忙, 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了不好, 這場合就燒回去美國, 我說他整個都燒起來, 你美國不是說你要修法律, 你是主權國家, 你對上帝交代, 我告訴你, 你都跟他交代嗎, 你都跟上帝交代嗎, 說你是怎麼做的, 哪有一個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極高相關的名字, 我站在上帝看, 說我現在也是亂七八糟, 你用上帝法律去檢定就差有問題, 大問題, 再來之後, 這個中美共同防疫條約之後, 就是跟中華民國就地合法, 第一個, 第一個, 正式美國法律, 再來之後,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死, 因為以前一般民主黨是叫中華民國, 叫中華民國就是死, 死之後, 他還要實施一個叫做台灣關係, 這是美國國內, 當然, 美國也知道中華民國台灣有問題, 但是他也想說這樣, 我用一個方案, 我看他都照這樣下去, 這樣穿, 這樣穿得輕鬆, 他就跟你用一個美國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這個第六條, 這個美國再來是, 這個美國再來是, 就是這個中華民國的, 什麼, 那個頂視, 就是美國總統如果有一些民情的時候, 他都叫AIT傳達, 這個中華民國就對了, 中華民國就要聽民教主, 這個AIT實際上做什麼的, 他在鑑讀中華民國, 監督中華民國, 監督中華民國,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的頂視是誰, 他監督人是誰, 實際上是AIT, 所以是AIT遙控這個中華民國, 當然跟中共那邊有關係, 我今天就不說那邊, 主要就是這樣, 就是要讓中華民國, 在台灣就地合法, 暫時性的就地合法, 讓它漸視可以在台灣放下來, 所以它叫做台灣關係, 它裡面其中就要讓中華民國在台灣, 漸視還有一個空間, 暫時而不是永久, 所以叫做美國再來, 它那個台灣關係法第六條裡面有形, 再來是台灣關係法第十條裡面, 一個最要緊叫做台灣機構, 這個台灣機構裡面說的一條, 最要緊的是, 美國曾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 在美國設立的辦事處及人員相同而言, 他說要求總統給予台灣設立的機構, 相同數目的辦事處, 及規定的全體人數, 這是指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國曾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 在美國設立的辦事處, 及人員相同而言, 就是說, 我這個中華民國, 現在我美國沒用, 我把它取消掉了, 但是我現在還給你設立一個台灣機構, 是我美國的國內法, 以前的中華民國都一模一樣, 完全都一模一樣就對了, 只是你的法律性質, 現在變成台灣機構, 是我美國的國內法, 你中華民國的法律你繼續適用, 所以就變成說, 結論就是說, 你現在變成台灣機構, 現在這個中華民國實際上是台灣機構, 但是你用以前那個, 已經被消滅掉的中華民國法律, 你繼續繞在一起, 所以這變成中華民國台灣, 其實也全民叫做中華民國台灣機構, 中華民國台灣機構, 這要說要白癡, 這要完全在專明, 這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中華民國台灣實際上要叫做中華民國台灣機構, 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這就是美國, 中華民國就地合法的辦法, 但是他這是要給減少的, 暫時就地合法, 但是暫時一直拖一直圓就70年, 這樣騙70年, 我說這都美國, 那些黑手, 他就在做, 因為這法律都會死的, 所以我說黑手就是美國, 我也不用黑白講, 因為這法律都會死的, 中美共同防禦就是什麼人死的, 美國死的, 台灣關係也有什麼人死的, 美國死的, 所以實際上, 中華民國就地合法是什麼人, 他有個司法性的, 叫做什麼, 叫做美國, 所以, 如果美國把他把他把管, 說得簡單的, 再來我們去看見一看, 一看見一看, 她就跟大家說, 我們有三個結論, 他說64年來,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無國籍承認是政府, 人民生於政治戀獄, 承認美國是台灣領土的佔領者, 要求行政單位主動協助, 然後還有第二次的抗美案 一樣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同樣的就是日俗美戰 抗美案我就不說 然後你再來看一點 你看這個羅揪西斯林 他這邊是援告 他這邊是援告 這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台灣 他這是被告 現在這個ROC台灣既然缩押我們這個援告 我要說 他們還援援 援援什麼 援援說他們放棄抗辯權 就是這個美國跟中華民國台灣他們放棄抗辯權 他們不再針對這邊做抗辯 抗辯就是說 被告承認他有問題 他在法律上是敗訴 結果 反彈你就把必須在那裡援援 所以那個叫做 被告收押援告 這在法律上裡面也很嚴重的 我不知道到底想要怎麼處理 這證明說中華民國台灣不是法治國家 他對一些法律都黑 黑白人做 這已經放棄抗辯權 然後這個被告收押援告 這我不知道這條是怎麼啦 我覺得這條也很嚴重的 再來主權國家就是法治國家 這個國家政府法的 這第一個 你遵守法律 召開人民議會起草憲法或基本法 法治為主的政府是主權國家 這個主權國家就是用法律 用經理來管理 叫做主權國家 我們會看到他有憲法 還是有基本法 他們要遵守這個憲法和基準法 然後也遵守主權相關的真理和法律 還有該國的憲法和基本法 所以很簡單 現在大家都看你有沒有憲法 你如果國家都沒有憲法 你連憲法基本法都沒有 我實在沒辦法給你定義說 你是主權國家 還是說這個國家法人 還是這個政府法人 我都不可以給你定義 你這個不是主權國家的政府 不是 所以我說你最不要有憲法 要有基本法 你如果沒有憲法 沒有基本法 我還會定義說你這個部落 你知道 你這個東西不知道從哪邊來的 你有問題 你的主權有問題 然後第三個 人民遵守主權之下的法律及真理 視為主權國家 所以主權還敢說法律講經理 它是法治國家 第四個 國家政府有法律組織成的合法政府國家 稱為國家法 或政府法 就是國家法 還是政府法 就是說國家和政府要用法律的租 這是最基本的原則 所以我們會看到憲法 會看到基本法 這個叫做國家法 因為國家和政府是用法律的 它那個不是建築物 它不是建築物 它是這個什麼法律 它是這個什麼法律 法律在做的 所以 所以 你如果有憲法和基本法的政府的地方 我都原則上給你定義說 你是主權國家 還是說你是有主權的政府 為什麼因為你有法律 你最不再要尊重法律了 例如什麼 美國由美國憲法組織而成 是主權之下的國家法人 我們這個美國軍事政府及台灣民政府 按照國際法及戰爭法 組織成的合法台灣政府 視為政府法 所以我們都法人 只是美國用的憲法 所以他們是國家法人 我們用的是基本法 叫台灣政府 但是台灣政府也是政府法的 為什麼因為美國法律是生的 所以我們還是政府法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定義說 我們這個台灣政府還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也算是法人 即使我們不用定義說我們叫做國家法 那是政府法的 因為那是台灣政府 如果我們有相關的法律去做 所以我們也是政府法的 這要跟你特別講 所以我們台灣政府把我們不是國家法人 我們是政府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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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的狀況結合目 因為我們一定有國家 但是我們現在我們台灣沒政府 你覺得台灣你有國家 你的國家是台日本帝國 但是你的政府叫做台灣政府 叫做日暑美戰 講簡單一點 因此 美国军事政府及台湾民政府共同建构的台湾政府是合法的政府法人 这样就让你台湾有一个合法的政府 美国国政府加上台湾民政府叫做台湾政府 USNG加TCG就是台湾政府 中华民国台湾是非法掌权的政府 中国台湾与美国叶克摩台湾关系法第十条 台湾机构维持残存苟活罪犯的生命 美国总统一把管中华民国台湾立即收贪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美国总统发一个名言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结束就没有了 什么观点 因为现在中华民国台湾不是什么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是美国国内法 而且这个中华民国美国的官司人一定说 这不是合法的政府 如果不是合法的政府他就没有这个国家 他就要收拾 现在查什么 美国总统一个名言说 我们要来执行我们美国这个法年的盘管 你中华民国不是合法政府 这样他就收贪再见 这美国应该处理的 这边我说什么人都不用处理 现在要让中华民国把管的什么人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发说中华民国结束占领 他就结束了 就这样子 一个名言 美国总统一个名言就结束了 把管 他随时 因为他是用台湾关系法第10小力维持 如果美国总统把管他就是了 这个中华民国就叫美国首位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就叫美国首位了 所以现在查美国总统一个名言 人家的美国法律都很好了 在那中华民国总统的控制 你都没在注意 但是我给你看 整个法律的流程跟逻辑完全都正确 而且非常完整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我拼了 你给我们炒盘的那些是一流的 一流的法律专家 人们都有这么有法律给我们做 我才算炒盘就是人们真的都有收法律 他真的很守法律 在处理他们的问题 那是一流的高手 现在你处理台湾问题那些是高手 我不知道谁就对了 但是我认识都没理 但是我知道给我们处理的 现在这些都是教法律来的 这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属于中国 就是金马 这名水于日本台湾 这个美国总统聘雇 这个中国难民 难民组织成了台湾机构 占领托管殖民日本台湾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 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真的够到小杆 一边水于中国的 一边水于台湾的 我问你这个水于哪一国 所以人们说你这中华民国台湾你不是国 你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台湾 你要说你中国也可以 要说你台湾也可以 日本也可以 你现在到底都要去国 所以你现在台湾的国家定位是错乱的 所以这不是什么主管土地的国家 我们知道 所以想要美国给我们做一个什么 台湾政府 他按照抓CSTM的第一次抗美 给我们做一个台湾政府 前面打台湾政府 后面USNG TCEG 台湾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这就是我们未来和华的台湾政府 我跟你说 这是政府法 他不是国家人 但是他是政府法 所以这也是合法 这是合法政府 所以台湾政府是合法政府 这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叫做台湾政府 这是合法的 这个我们在美国那边有注册 有没有 这就是法人 有没有 这是TCG Foundation INC 有没有 台湾民政府基金会 公司 Incorporation 就是公司 这不好意思 这是法的 所以我们是政府法的 那是政府 有没有 台湾民政 那个government 然后后面有那个法力 有这个美国法律 所以那是政府法的 所以你记住 那问我们台湾民政府的 这个法力性质是什么 你说我们是政府法的 政府法人 你不要听过财团法人 财团法人 你知道 公司法人 你不要听过吗 你也懂 我们的 就是政府法人 我们是政府 也是美国法律 之下的法人 所以我们叫做政府法人 这都是合法的 所以如果你问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性质 你说 不好意思 我们是政府法人 我们在美国的法力的保护之下的 政府法人 所以你也是合法的 为什么 什么人说的 美国法律说的 美国那些都说的 你如果不算 你去找美国 你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 什么人生的 美国法律生的 那我们是什么 政府法人 这台湾政府基金会 同的 一样 我们都政府法人 所以你会记住 我们台湾民政府 还是台湾政府 实际上都是政府法的 你会知道 我们不是国家法人 那是政府 但是他有法律下去组的 就是政府法人 我们有什么法律 在做的 美国法律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 跟台湾政府 属于哪一个国家 属于美国 他在占领 他在托管当中 那你要很清楚 好 今天到这里 结束 你如果要快点 去网路上 获到付款 你如果没有成年人 把你在网路上下定 谢谢各位